出席委員 衛生福利部政務次長何啟空等相關人員主席邱召及委員太元 報告事項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決定確定邀請衛生福利部就醫 在COVID-19疫情期間分歧醫療的持續推廣推展政策 二 我國社區醫療體系如何就此次COVID-19防疫之經驗用以建立未來持久的社區防疫應變系統 三 中醫藥發展法律法通過後 既竟對中醫藥發展之影響與現況進行專題報告並被質詢 本次會議由衛生福利部政務次長何啟空報告後 委員書巧惠等25人提出質詢 均經衛生福利部政務次長何啟空及各相關主管等及習答覆 委員何志偉所提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決定一報告質詢答完畢 二 委員質詢立即答覆或請補充資料者 請相關機關於二週內順便答覆 委員應要求期限者重啟鎖定 通過臨時提案二項 宣讀完畢 請問委員會上次議事錄有錯誤或一路之處 沒有 那我們議事錄就確定 本次會議審為邀請勞動部就疏空方案之執行狀況 進行專題報告並被質詢 第二 審查委員劉建國等十九年領據勞動檢查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第三 審查委員劉建國等二十一年領據勞動基準法第八十條之一 修正草案等三案 以上議程採中文選答 現在介紹在場委員及列席官員 莊敬成 莊委員 莊敬成 莊委員 王婉瑜 王委員 廖宛如 廖委員 我們列席官員是 九點到十點是常務次長齁 我們林生貴 林次長 學部長十點就會到 勞動力發展署署長施真陽 謝謝 勞工保險局局長鄧明斌 謝謝 職業安全衛生署署長周子蓮 謝謝 勞動關係師師長王厚為 謝謝 勞動福祉退休師師長孫碧霞 謝謝 勞動條件集就業平等師師師長 謝倩倩 謝謝 勞動法務師師師長 傅慧芝 謝謝 法務部參事劉成坤 謝謝 那現在來 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料指 我們請時代力量黨團代表王婉瑜委員 來做說明 提出第七十九和八十之一的條文的修正 主要是因為現行的條文授權主管機關得審卓 裁量違法事業單位之規模 違反人數及違反情節加重罰款 但是其實我們可以看到說有些事業單位他一再的違反勞動法令 履法不怕而且成效不張的情況下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為了能夠落實這個違反勞動基準法的加重裁罰標準 所以我們將這個得參組改為因參組 是希望能夠更更加的明定並且落實勞動基準法的部分 另外就是說我們針對這個違反勞動基準法 違反勞動事業法制 事業單位及雇主 我們認為說由主管機關公佈的資訊 應該要更加清楚的明定 包含說這個違反的事業主的名稱以及負責人的姓名 還有處分公告日期 處分字號 違反的法規 以及說違反事實 裁罰金額以及次數等等 我們希望說這個部分其實在中央和地方的部分 現在目前在實務上公佈的情況有不一致的情況 所以我們很希望說能夠從法條這邊來著手 讓他能夠明確清楚的定義 違法之後應該公佈哪些資訊 所以說為了能夠加強我們的資訊公開的透明的情況 所以我們提出了這個八十支一條的修正案 然後希望讓這些東西都能夠明確化以及一致化 來違反勞動基準法的裁罰標準都能夠清楚的定義 並且強化我們勞動基準法的落實 謝謝 好 謝謝王毅委員的提案說明 那本期也有兩岸也在這邊做提案的說明 第一個就是勞動檢查法部分條例凶查案 最主要是因為政府機關或有關機關實施勞動檢查 意在貫徹勞動法令之執行 維護勞固雙公權利 安定社會以及發展經濟 固為完善勞動檢查事項範圍 確保勞動檢查的公正與有效性 所以提案來修正這個勞動檢查法部分條例修正草案 本次修正有下列三個重點 第一 公營事業機構在過往曾經指定 代行檢查機構負責自用設備之檢查為考量 有裁員裁判之險 後已停止其辦理代行檢查業務 且代行檢查機構系以非營利為目的 所以這個勞動檢查法第十九條一規定 代行檢查業務非營利性質 未互惡性況 原建立刪除公營事業機構 那第二 勞動檢查是目的在促進職場的安全衛生 維護工作者安全及健康 會讓各界了解勞動檢查機構之執行成果 原增定中間主管機關 應就連度實施勞動條件及安全衛生檢查 公布勞動檢查聯報 第三 為嚇阻事業單位有拒絕規避或妨礙勞動檢查員 依法執行檢查職務執行事 原修正第三十五條的暗示連續處罰 強化勞動檢查強度 促使事業單位遵守勞動法令 維護勞工權利 以上作為一個說明 那第二個是勞動經濟法的八十條之一的條文 現行的勞動經濟法八十條之一規定 違反勞計法經主管機關處罰款者 機關應公布其事業單位或事業組織名稱 負責任姓名 並限期改善 然處分日期違反條文及罰款金額 如未公布 使者無法讓大眾事實了解 違反清潔之情度 所以基於保障勞工權利之公益上必要 參照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五十三條之一 主管機關應公布其事業單位或事業組織名稱 負責任姓名之外 並同時公布處罰日期 違反條文及罰款金額 讓多數的勞工得以即時的獲得勞動條件相關之 就是這樣的訊息 所以來修正第八十條之一 請各位做一個以下的參照 那原本我們是兩岸 後來林詩敏委員也有提案八十條之一 因為他有呼籲期時間 後來經過跟相關黨團溝通完之後 簽署不呼籲 所以我們把案也一併拉進來 所以早上開會之後 有一點點 差了一分鐘 請各位 以上跟各位做這樣報告 那現在 我們就是要把這個林詩委委員的 所提的勞動計劃第八十條之一的修正條文 並按審查 各位有沒有其他意義 好沒有那我們就並按審查 通過 謝謝 現在請勞動部林次長來做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記者 你是宣稱 本部許部長因為臨時重要公務呢 必須請假一個小時並蒙主席的同意 所以為了不影響今天議程的進行 和特別指派我來跟所有委員進行紓困措施執行進行 跟勞動檢查法勞動計劃修正的專案報告 也請各位委員給予指教 本部為協助受疫情影響的企業跟勞工 已經陸續推動各項穩定勞務關係 照顧勞工及企業權益的相關索困措施 針對減班休息勞工 勞動部以優先穩定勞務關係為主要目標 已經推出了充電再出發的訓練計畫 對減班休息事業單位及勞工提供補助 鼓勵在職勞工免費參加訓練課程 截至5月15日子申請計有132加2651人 此外勞動部也推動安心就業計畫 提供薪資差額補貼 截至5月15日子申請計4721人 又為協助非典型勞動者 也推出安心即時上工計畫 應用給予工部門的工作機會 降低因工時縮減而導致薪資減少的影響 截至5月15日子上工人數已達11109人 另外協助身心障礙者 也補助了70家庇護工廠 在黃屋、土地或車輛的租金 也補助了2387位從事按摩工作的視障者 至5月15日子 庇護工廠已經合撥20家 視障按摩者已經合撥了330人 針對事業勞工 事業期間也提供了事業給付 到5月14日子已經合付了 161,306人次 並偵辦的事業勞工 執女就學補助 受理1,117件 另外協助勞工及家庭生活困難者 開辦的勞工紓困貸款 到了5月15日子 一共設理了699,231件 銀行已經完成核准301,748件 貸款人完成圈約對保後 銀行已經撥款了159,303件 針對企業 我們也擴大了補助 改善安全衛生設備的事業單位 另外 若企業有員工指引因疫情而停課 也補助企業設置臨時照顧人力終點會 及辦理員工關懷等計畫 若勞工透過本部貸款進行微型創業 擴大貸款的試用對象 跟提供還款的緩衝期 到5月15日子 已經擴大試用對象計6件 還款緩衝措施計21件 對於無法按期缴納勞保、救保 或新制勞工退休金 勞動部也提供了緩繳6個月 且在期間 免徵制納金的協助措施 到5月15日子 申請勞保、救保、保會環繳的事業單位 有6765 職業工會的保險人有1148 申請勞工退休金環繳的提供單位 有6649個 另外協助疫情影響的自營作業者 勞動部也辦理了自營作業者 或無一定雇主的勞工生活補助 到5月15日子 已經累計合播了109萬4478人 另外有關劉委員、建國等19人 以據勞動檢查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修正第三條部分 刪除屬營利單位 公益事業機構 可指定為代行檢查機構之規定 本部淨表支持 修正第四條及第三條部分 以使語意明切 我們也同樣淨表支持 第七條第三項 增定中央主管機關 每年應該定期公布 勞動檢查聯報之規定 淨表支持 修正第三十五條部分 增定事業單位有拒絕 規避勞動檢查行刑者 得暗次連續處罰之規定 淨表支持 令劉委員建國等21人 擬據勞動機制法第八十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增定公布違法事業單位之處分其日 違反條文及劃緩金額 淨表支持 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擬據 勞動機制法第七十條 及第八十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其中第七十九條部分 因為現行的行政法法 勞動機制法 及違反勞動機制法裁法 共通性原則等 已有相關規定 如修法明定 必須依據特定指標 來加重劃緩 未能通盤考量各項因審卓施事項 恐有施橫平 建議維持現行條文 第八十條之一部分 建議參照勞工退休金條例 第五十三條之一所列公布事項 增定公布 處分其日 違反條文 及劃緩金額 可作為行政機關 行政 處罰實際 依據 以上報告 甘請各位委員不令指教 謝謝 好 謝謝市長報告 好 現在來開始做宣打 做一下宣告 第一 宣打後 要進行法案的最高審查 那本會委員宣打時間為六加二分鐘 列席委員為四加一分鐘 十點半截止發言登記 委員如果順便質詢 請於三位前提出預期不受理 那審理法案原則上不處理臨時提案 暫定十點半休息十分鐘 執行時請各位委員使用消毒過的無限麥克風發言 現在請登記第一位委員蘇小惠來做發言 好 謝謝主席 我們請臨次 來 請市長 市委員好 來 市長好 市長 我們勞動部從四月三十日 推出勞工紓困貸款 開辦兩個禮拜有五十四萬名勞工申請 超過原來規劃的五十萬 那所以你在上週四呢 五月十四也宣布加碼五十萬名 現在看起來呢 到上個禮拜五的下午五點 申貸件數已經近七十萬 而且核貸也已經超過三十萬了 這數字沒有錯嘛 對不對 所以我在這裡要先跟勞動部的各位辛苦的工作同仁 致謝 致意 那也請大家繼續加油 這是第一個 好 不過呢 我就從這個勞工紓困貸款 我現在往下走 我今天想跟 為新住民朋友說幾句話 市長 我們這個勞工紓困貸款 新住民朋友可以申請嗎 公委員報告 我們這次的紓困貸款呢 是限於本國居國民 所以不行嘛 好 可是我讓你看看 這個我們勞動部提出了非常多的計畫 在這個紓困協助各位勞工朋友 不錯啊 可是你看 有兩大類 你的充電再出發 訓練計畫 安心就業計畫 這些通通新住民都可以 但為什麼偏偏這個自營作業者 一定雇主者的補貼 和勞工紓困貸款 這兩類偏偏不行 市長 這兩個的區別條件是什麼 差別是什麼 跟委員報告 陳出剛剛委員所提到的 本部對於呢 尚未取得五國國籍呢 但是跟本國籍國民結婚 那已經有取得了工作權的 我們本部所有的這些計畫都適用 但是委員剛剛特別提到這兩個計畫 一個是貸款 一個跟生活補助 那就生活補助來講 剛剛委員也提到 我們實際上已經有協助 超過一百多萬的這些國民 那這個計畫呢 大致上有幾個原則 你簡單講 我才幾分鐘 第一個我們是以本國人優先 弱勢優先 排富跟不重複領取委員 這個都知道了 那所以這兩個差別 那貸款的部分呢 跟委員重要報告一下 貸款呢 我們這一次提供的措施呢 實際上所有的資金呢 都是各銀行自由資金去貸款 所以在核貸的時候 因為這是個人信用貸款 我們發覺大部分的銀行呢 沒有辦法對外國人呢 做個人的信用貸款的處理 因為這要有一個 對於他個人資產等等的一個檢視 所以這也是我們為什麼 這次呢在貸款裡頭呢 也沒有開放非本國籍的 這些新住民的原因 那前面這項自營作業或 無一定雇主者的補貼呢 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一次呢 我們整體的資源呢 我想委員都很清楚 那這在整個行政院呢 特別呢 合撥的一定的金額 但是這個金額也沒辦法 適用到全體的國民 所以我們也擬定了幾個 市長那好我知道 你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的資源有限 所以才是從國人優先嘛 最主要一句話就是這樣 那市長請問勞動部有統計過 如果我們新住民要適用 可以適用自營作業者 或無一定雇主者補貼的人數有多少人 有沒有統計過 我告訴你移民署有統計過啦 大概五千多人而已啊 只有五千多人會真的影響這麼大嗎 我今天來特別跟你討論一下 就是你看我們的新住民朋友 怎麼說呢 我認為你剛剛的那兩個 我們前一頁 剛剛這兩個計畫 為什麼他們都 我認為可以研議加入適用的原因 是這個整個紓困方案 最重要就是要補助弱勢的勞工朋友 所以前面這一個補貼 他必須要有勞保 也就是他有工作 第二個下面勞工紓困貸款 他也是要有工作事實 所以基於這兩個前提 只能夠適用 即便他是或不是新住民 他都應該是有工作的人 也就是廣義的勞工 身分別是第二項目 好那我們來看 今天我們的新住民朋友 為什麼我本席認為 他們有適用這兩個計畫的原因 第一個是我們都清楚嘛 新住民要規劃國籍前 會有長達四到六年的期間 才有辦法取得中華民國的國籍 這是因為要申請規劃要有合法居留 每年一百八三天 連續幾年 甚至要提出 喪失原有國籍 證明辦定規劃等等 所以這是一個四到六年的期間 對不對 這第一個 可是在這個四到六年的空窗期間的時候 他可不可以工作 可以 他可以工作了 而且他有納保 有勞保 而且他有繳稅 所以他有工作 而且有繳稅囉 好第三我們來看看 他的經濟狀況大概是如何 大部分 我就看你們自己 看內政部做的 107年新住民生活需求調查報告 一樣是政府單位做的 在這一份報告裡面 一半以上的新住民就業者 主要的工作只有二到三萬啊 而且他是遠低於我們一般的 受雇員工全年總薪資的中位數 而且他主要這個二到三萬來講 他是主要從事什麼行業 市長你這裡有掌握嗎 新住民最主要從事什麼行業 前三的話 最主要就是製造業 住宿餐飲業 還有批發零售業 那這個 是不是恰恰好 就是受疫情衝擊最嚴重行業 是啊 餐飲這些行業 本來就是這次受到最嚴重的狀況啊 所以他有空窗期 他不是自願性的不去取的國籍 變成中華民國身份 他又有工作 有繳稅有敬義務 同時又是經濟上的相對弱勢 那基於這三個原因 再加上我都幫你調查好了 你看看他才五千多人 所以本席實在是認為 這個政策利益良善值得肯定 以國人為優先排富住弱勢 這個原則我也同意 但我們是不是有機會 讓新住民朋友能夠 加進剛剛勞動部這兩個計劃 謝謝委員 剛剛委員在提到 目前呢 剛剛委員也提到說 這些新住民呢 因為我們這 紓困只要是在協助他們 如果有碰到減班休息 或是失業等等的一個協助 那我們勞動部目前呢 還有很多的計劃 包括我們剛剛所提出來的 這些勞動部 減班休息的相關的計劃 都沒有排除新住民的適用 那我想在這個階段裡面呢 我們一定會依照剛剛委員所提到的 加強來對新住民的一些協助 市長我來自新北市啊 我們新北市啊 新住民有將近11萬人 是全國的兩成 那大部分你可以看到的 你印象中你看到的新住民 從事的行業什麼 要不就是開個小吃店嘛 要不開美甲店 這是你能夠遇到最多的 甚至是在工廠裡面做加工的嘛 這是大家刻板印象中最多 但坦白講也是事實啊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下 你跟我說減班休息等等 對啦有照顧到了 但我就跟你討論 就這兩個大家都在看 而且成效不做的方案 能不能夠加入新住民 我希望勞動部能夠好好研議 也代表我們台灣 對我們的新住民 我們未來的國人 即將成為國人的媽媽 爸爸的這一些朋友 能夠有更多的善意 這是本席今天要提出的 可以吧 這第一個請研議 大概一兩個禮拜應該可以吧 可以吧 可以喔 那就兩個禮拜好嗎 實在是已經太久了啦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 我跟你討論安穩青年就業計畫 我認為我們的失業率 其實還算好 沒有大幅的成長 可是呢 我要跟次長這邊討論的 你看我們的這個年輕人的部分 其實長年都是11%到12% 剛離開校園的這個部分 所以喔 因為時間到了 我就直接跟您說 我想建議勞動部 在你們這個安穩青年就業計畫裡面喔 你既然願意 在今年雇主 願意采用應屆畢業生的時候 你們就會提供 每月一萬兩千元的 今天嘛對不對 這是希望 整個社會 在今年能夠大幅盡量 讓我們剛畢業的年輕人 就能夠就業嘛 對不對 這沒有問題嘛 安穩就業 好 有沒有包括高中職的畢業生 其實有耶 高中職畢業生裡面 每年大概雖然不多 但是也有11%的是直接從高中高職就去就業喔 尤其是勞動部和教育部 現在不是正在推動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嗎 就是清除帳戶啊 他鼓勵先就業 找到興趣以後再回來就學嘛 所以我直接建議啦 我直接建議 這一個安穩青年就業計畫裡面 我認為應該加入高中職的畢業生 這樣可以嗎 我想我們會參考委員的建議進行研議 那另外跟委員報告 安穩青年就業方案呢 他實際上是 範圍是很廣 那雇佣獎助是其中的我們一個部分 好那就特別針對這個離開學校的畢業生的部分 除了您現在的大專畢業生之外 我認為應該加入高中職的部分 好兩一樣啦 兩個禮拜 我覺得太久了啦 剛剛和這個都一個禮拜啊 可以吧 現在都在規劃 兩個都是一個禮拜之內啦 謝謝 好謝謝處委員 謝謝次長 接下來請廖宛如委員來做質詢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我請一下 來請就次長 次長上 原因是 來 次長 我想啊 針對今天你來備詢 其實 可能會聽到很多委員還是針對弱勢的一些群眾呢 包括民眾來跟你做一個陳述 不管是新住民也要好 其實勞動部那個在這次的紓困當中提出來 當然你們的立足點就是參加勞保 就勞動不管得到的地方 那國保是不是你們保的 國民年金保險我們是受委託辦理 受委託辦理 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嘛 勞保的基存點可以有很多 包括補助3萬啦等等的 但是實際上 除了新住民之外 我常常覺得你們在發新聞稿當中 看到政府的機構把家庭主婦 當作一個非勞動例子 我覺得很冤枉耶 因為他們加入國保的關係嗎 對 大部分的家庭主婦喔 兩百多萬都加入國保 但是實際上 在家庭的付出當中 他們可能做家庭代工 他們可能早上去幫一些小餐廳 裝洗碗工 還有很多行行業業當中 搞不好在鄉下地方 今天可能要收割洋蔥收到 或者是採收我們那裡的紅豆也好 麻豆也好 對不對 毛豆也好 都是臨時工 他們是不是勞動力者 他們是勞動力者 但是在國保 包括因為他們加入國保 在所有的紓困 政府的紓困當中 就把他們非勞動力者排除在外 加入國保 我是覺得很奇怪耶 不是我們一直在為國保的人講話 而是說 在所有分配當中 對他們來講是弱勢中的弱勢 他們也願意為家庭付出 在勞動力能力範圍中 當中也願意來協助家庭增加收入 但是呢 在政府關心的紓困當中 永遠都沒有他們的一部分 得到一些政府的保障 我覺得非常冤枉 所以我是覺得 勞動部不要非常局限的說 我就以勞保為主 其實我也沒辦法 因為我也沒錢 政府的話 在勞動部這邊應該站在 你們關心的所有的業務當中 最弱勢的幫他們協助提出來 這是我要強調一點 不要把國保人當作 非勞動力者來看待 第二點我想請教一下 那個次長 現在企業放無薪假 還有無薪假勞工 到底有多少人啊 剛剛委員報告 截至5月15日 目前的減班休息企業 一共是1189家 人數是21067人 2萬多嘛 我這邊統計是1047啦 1萬9千多人 但是實際上我覺得很奇怪 你們提出了三個紓困的一些 協助勞工的一些方案 充電債出發 總共才132家企業 勞工才2651個人提出 合發金才389萬 你們編多少預算 5億呢 然後過來安心就業計劃當中 對不對 47721人 合發了2113人 編了10億 5600萬 結果你們只有 合發了1087萬 然後安心即時上工 當然可能有一點誤差啦 編了60億啦 我這邊知道的資料 是2139的 剛剛看的 你的報告當時是10900多人嘛 那說真的 在執行率當中 為什麼那麼差 沒有人要紓困嗎 跟委員報告 實際上如果按照我們現在 執行的加速 因為 要加速 休息的 然後 的企業呢 他可以選擇 安心就業計劃呢 或是選擇 這個充電債出發計劃 這個計劃3月份就推出吧 4月 這兩個 目前呢 大概60%的企業呢 都已經 這個 這個加入其中之一的一個計劃 我是覺得很習慣 現在整個疫情的關係啦 紓困大家都 都是搶嘛 就像剛剛的紓困貸款 10萬塊大家就都在搶了 從50萬人增加到50萬人 要100萬人 但是這個企業來講 為什麼的執行率那麼差呢 拿這麼的錢可能很困難 還是他們不願意做一些 你們所提的 安心就業計劃 你們充電再出發 這個方案是錯的 根本不足可行的 所以他們也不願意參加 所以白邊預算了嘛 我先想跟委員報告 這兩支計劃實際上呢 60%的企業都有參加 那我們第一個要做到的是說 政府應該要把相關的紓困計劃 讓所有的企業 跟減半休息勞工都了解 所以90%以上的企業呢 實際上 這三個計劃要執行到什麼時候 年底 這個計劃 我們就是相對 大部分的計劃 我們就按照紓困的情形 那我們都有一定的 我是覺得如果 質詢力那麼差 因為說真的 疫情慢慢趨緩的情況之下 如果企業不需要的話 能不能把這預算 就拿給紓困貸款的啊 10萬塊這麼多人的話 對不對 我之前也說 10萬塊說真的 有時候 疫情如果延燒的話 搞不好到下學期 9月份要註冊的時候 對勞工來講是非常辛苦的 搞不好可以貸20萬啊 對不對 但是呢你看起來 你看企業界要做 如果你們給他提出的 這三個計劃當中 根本意願很低 所以我是想 在質詢當中 要嘛檢討 你既然是要滾動式的檢討 就要檢討 這個計劃為什麼提出來 企業界需求那麼弱 你看每一個 如果照目前 你這到5月15號了嘛 對不對 那5億 邊5億 才合法300多萬耶 邊10億 5600萬的 才1000多萬耶 那剩餘的 現在剛才做書困 代管借10萬好了 還有利息可以賺 補貼利息而已 這是一個薪資差額的補貼 所以都要等到月 這個 這個每個月的結算的時候呢 才會進行相關的 好 那你每個月 至少在執行面當中 每一個結算都送一份資料給我 好不好 不然預算算那麼多 我是覺得很可惜 該舊的不舊 不該舊的便利大堆預算 好 接下來我問第二個問題 現在這整個新住民來講 現在有很多勞工 就是在一些外籍勞工來講 他們很多是 你在5月13號有發函嘛 對不對 新聘的這些看護工的話 如果他的時間 從3月17號到6月17號的話 可以轉成短期聘僱 對不對 但是現在有一個問題 有人就跑來跟我澄清說 他剛好到6月20號 到底 就要送他回去嗎 現在到底有沒有飛機可以 可以送他回去啊 因為有的剛好就卡在這段時間 6月20號 那到底是 也不能 不能申請短期聘僱啊 那這下怎麼辦 因為切時間實在很難切啦 你從3月17到6月17 應該那個那個 就是已經在這裡服務滿三年的 都要回國 但是現在有些是沒有飛機可以飛 有些是他們不願意來了 那中間6月20號 他送他回去的申請不來怎麼辦 這些外籍的看護工 謝謝委員提到這個 我們這次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很重要的一個防疫的策略呢 就是減少跨境的移動 對 問題現在是卡在 現在就是現在的問題是 舊的回不去新的進步來那怎麼辦呢 那你簽那個3月17到6月17的話 那現在剛好6月20的話 搞不好他回去了沒有人 沒有人來的話怎麼辦 又不能簽短期聘僱 所以這段時間我們就提供他短期聘僱 6月20號的啦可以嗎 也可以嗎 可以啊 還是可以啊 彈性一點啦 好不好 好 謝謝 那另外我針對剛剛的訴訟貸款這一塊 我也跟那個次長提出來 因為你委託各個銀行 各個銀行現在我們碰到很多 很多問題就是 每一個銀行的那個審查 完成的時間不一樣 而且查詢的不一樣 現在我們碰到的是什麼 有的有卡在的可以申請貸款 有的不可以申請貸款 還有呢 有的要求計程車司機要提供工作證明 我說我就是開計程車 你叫我跟誰 我自己開自己的工作證明嗎 還有呢 有的銀行要求說要借錢要先存錢 看你的存責夠不夠 有沒有不動產證明等等的 所以你交給那麼幾家銀行啊 35家銀行的話 那這35家銀行的條件都不一樣 那怎麼處理咧 有沒有一個規範出來啊 因為他們審查的條件不一樣 而且合法的時間不一樣 那整個就亂掉了 很多勞工就太多問題就呈現出來了 我們老公父呢 有制定統一的一個審查標準 它有一個評分評點表 各個銀行都用你們的 統一的審查標準嗎 因為這是用銀行自有的資金 去做這個貸款 那那個統一的審查標準 能不能提供給我們 可以 我們會提供給我們 因為我們現在聽到各個銀行 可能你跟高層啊 他們的那個總行講 可是執行到下面各個銀行 因為它是信用貸款 所以有些條件是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這一塊來講 我是覺得說 既然是勞工的索棍貸款 它基本的條件 讓銀行都能 不要按照他們原來的 信用貸款的條件來要求 不然的話 政府的美意就浪費掉了 好不好 所以我們才能夠在短時間有66萬的一個申請 對啦 但是還是有人申請不到嘛 他就是可能在審查當中 那大家覺得麻煩算了就不要了 對不對 我希望你把審查的標準也提供給本席來參考 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廖委員 謝謝次長 接下來請吳世瓦委員來做我資訊 有請次長 請次長 委員好 次長辛苦了 我想公務門執行任何對基層民眾有關係的政策 最重要的基本原理 擬定良好的計劃 貫徹執行 不斷滾動式的考核 這些執行績效 也就是計劃 執行 考核 但是現在我針對無薪假這件事 請問次長 你們在4月初 部長所預估的無薪假人數 到現在就已經超出 預先的估計非常大的量 針對這一方面 你雖然勞動部 擬定了三個計劃 來做這些問題 但是現在顯然 你預估的無薪假人數 已經落差很大 但是勞動部裡面現在的法規 無薪假不需要通報 資遣才要通報 但是放無薪假 就極可能下一步就是被資嫌 因為現在疫情的影響 大家都看到 不管餐飲業旅館民宿 各種行業不斷的宣布倒閉 所以我想是不是可以在法令上 滾動式的修正 無薪假也應該通報 這樣子你們才有辦法掌握 確實的數據 部長請簡短回答一下 可不可以考慮 剛剛委員報告 我們在無薪假的部分 雇主要實施的時候 必須跟勞工進行協商 因為這要尊重勞工的意願 協商完以後 他們要簽署相關的協議 然後再通報給地方主管機關 那陳主剛剛吳委員所提到的 目前的確是有來到 兩萬一千多 但是我們如果以無薪假的實施期間 上一次比較大規模的是 民國98年的時候 那民國98年那個時候 曾經來到二十幾萬 那這一次因為各部會 都同時實施 市長 我的時間有限 對不起 我想請問你可不可以具體回答我 因為現在無薪假不通報 沒有罰則 它也沒有強制 可不可以在這一點上修正 以便我們部會 充分掌握無薪假的人數 才可以有機會做超前部署 有沒有這個修法的空間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目前是這種 採取行政上的一個作為在處理 但是剛剛吳委員的建議呢 我們會來研議 是不是要進一步 再加上這個行政上面的一個處理 如果你的行政命令 不急於這一點的話 那麼你就仍然無法有效掌握 無薪假的人數 你就做不到超前部署 好 接下來我想 勞動部因應這些問題 也做了三個計劃 那除了第三個計劃 目前還沒有推動 前兩個計劃都在實施當中 我想先問一下 充電再出發計劃 目前你們邊的經費 以及預估的幫助的人數 發出去多少 這三個問題 請用數據 簡短的回答我 充電再出發計劃 預定幫助多少 我想我們所長先做一個回答 跟委員報告 那有關充電再出發 我們預計是希望能夠 能夠幫助一萬六 然後預算是五億 然後安心就業的部分呢 是一萬一萬六 然後一萬左右 然後可以搬租到 預算是十億 然後第三個是 安心即使上公的部分 是希望能夠搬租到六萬人次 然後預估的經費是六十億這樣 好 根據您剛才的回答 這是二月一號 擴大開辦充電再出發計劃 到現在 將近三個月的時間 你有五億的經費 預計協助一萬六千多名的勞工 請問你現在 幫助了多少人 就申請多少人 合播多少人 發出去多少預算 這叫計劃執行考核 你把這個數據簡短的回應我 好 那跟我們報告一下 到5月15號之後 我們終於再出發 我們已經受理了2634人 合播了786人 發出金額是389萬 那安心就業部分呢 我們已經 那個等一下 那我下一題 好 你現在的再充電計劃 各位朋友們聽聽看 各位基層勞工 編了五億的預算 到近三個月的執行成效 只有389萬發出去 大概到1%的執行率 這樣子基層勞工 怎麼會有感覺呢 接下來就是您剛才 搶答的這個 第二個計劃 安心就業計劃 剛才您大概也說了 預計補助一萬六千多人 那我說現在 申請的人數 合發的人數 已經發出去的經費 請簡短用數據回答我 安心就業計劃這次我們預計 當時候計劃是1.6萬人 然後我們是希望 預估是10億 那現在呢已經申請的有 4千721人 然後現在已經合播了 二三六一人 那我們已經發出了 一千兩百萬左右 然後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還是要簡單的跟委員報告一下 其實整個減班休息的部分 我們其實所有的就業中心的同仁 我們都有去查訪 其實我們的聯絡率 有91% 都有聯絡到所有的廠商 那很多廠商呢 我們去查訪的時候 廠商有的要變更他的狀態 他可能是想要 他想要 對他的現在狀態的意思就是說 他可能已經沒有在減班休息了 他或許他已經是關門了 找不到人了 那不符合資格有兩person 沒有意願的有八person 現在在評估或是參加我們的計畫 其實實際上有 將近七成左右 那這部分 我還是要跟委員報告一下 說因為我們的計畫 推了在前面 然後後面各地方 各地方政府 或者是各部位 都有一些新的計畫 在推出 那各計畫在推出的時候 對於廠商來講 他可以選擇 對他最有利的部分 所以這部分 要請那個委員能夠 我們都有去做聯絡跟查訪 好 謝謝你的回答 我想大家都看到都聽到 尤其許多失業的勞工 無薪假的勞工 都在電視上看 勞動部的回答 部會之間不斷推出新的政策 因應不同的情況 橫向整合多麼重要 從部會到基層勞工 到縣市政府區公所 到勞工這四層 重向的聯繫多麼重要 所以他們都在看你們的回答 要不要做得到 那麼你到底撥出去多少 現在你的回答是 一千兩百萬已經合撥的經費 對不對 那大概就是這個大約 我們推算十億的八十三分之一 那麼勞工要問了 我們很急得要錢 為什麼撥得這麼慢 是門檻太高 是條件太複雜 還是作業程序 所以我還是強調 請遵從一個政府 執行良好政策的思維邏輯 要從基層往上反映 盡快調整 而不是只有在立法院的時候 我們滾動式調整 我們適時來做 基層就是領不到錢 執行力就是這麼差 那麼怎麼辦 這是政府的責任 希望貴部好好的落實 執行這個計畫跟考核 接著再問安穩清廉計畫的補助標準 這個剛才有委員關心到 我想我們現在這個計畫 是預計六萬人 但是你只有六十億 如果你是預估六萬人 六十億顯然差二十多億 這個是到六十億就不給了 還是同心調整預算 請簡短回答 各位報告 我們在目前呢 六十億的規劃呢 實際上有好幾個方向 那規劃講述只是其中的之一而已 那我們實際上呢 對於植癌的 對一個人 對青年來講 植癌的輔導是很重要 所以我們有一部分的預算呢 是非發在這個植癌的 這個輔導的部分 包括呢 線上的博染會 個別的一個鼓勵 謝謝市長 我想現在因為很多年輕人 打電話到本席辦公室 他們看到這個計畫了 他們擔心如果你只有六十億 或者只有人數額滿就不給了 他們現在開始要急著去申請去辦手續 他們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我建議 你們應該把話說清楚 人數為主 還是預算不夠 還可以調整 這些要讓年輕人有感覺 好嗎 謝謝 最後再給我 十秒鐘 我要問一個 這兩個抵觸的問題 中高齡及高齡就業促進法 緣禁五月一號上路 因為疫情的關係要往後延 包含這個剛才問的青年就業 也準備在畢業後兩至三個月 這兩件事情 一個中高齡就業 一個年輕人就要協助 顯然在就業職場職缺 那麼缺的情況下 是一個進和的關係 請問你們的優先順序 請考量清楚 簡短回答好嗎 各位報告 的確在中高齡就業的專法 本來預定是五月一號實施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 這疫情是大家都沒辦法預料的 那造成了就業市場的一個緊縮 所以在這個階段裡面 我們就考慮到整體的未來 這個專案的一個推動 所以行政院也同意 把這個專案 這個專法的上路時間 由五月一號再做適度的調整 那至於這個青年的部分呢 我們知道 六月以後開始就是今年的 青年的畢業季 那我們也要觀察就業市場的狀況 來適時來先推出 這個有關的青年的就業方案 我想市長可能誤會了 我再給我五秒鐘 這兩個方案是一個進和關係 一個輔導中老年就業 一個青年的就業 職場職缺就這麼多 我是提醒貴部 你們要做好一個優先順序 以及事先的說明 否則會造成這兩個族群之間的一個 惡性競爭 請注意這個問題 謝謝 對中奧林總會盡量協助他穩定就業 好 謝謝務員 謝謝市長 接下來請邱大言邱趙偉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劉趙偉 還有我們 是不是請市長好了 林市長 我要問的都是老檢的事情 老檢 好 市長 好感謝感謝 好 我大概有三個小主題 我還是談一下醫療院所的工作情況 因為這跟我們勞動部勞檢 還是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但是當然經過這幾年 大家的勞動部的接地器 也了解到實際上 醫療在面對病人 他承受的壓力 還有不能放 不能說 就不看了這樣子的 這個情況之下 都一直要維繫 醫療的一個人力 那 我想人民也都很希望我們 24小時 能不能沒有放假的 來提供 完整的照顧 那我們當然 也會想辦法 從各個方向來努力 當然不是說 醫療院所一直開戰 不能我們有很多其他的方式 那我們在這次的醫療 防疫當中 因為 那個不能 其實 大致上沒有看到說 好像哪一個醫院 或者是哪一個診所 有停診的現象 表示說 其實那個其實都有說硬撐著 像今天的 報紙有今天的資料呈現 在 三月就少了幾百萬人看診 四月更多 所以大概平均可能都少到30% 以上的 病人 所以但是 護理人力 或個人力也不能說 叫他們不要上 看起來也沒有什麼 讓他們去休息的感覺 所以成本會 感覺會比較多 所以有些意見 我當然就請教一下說 我們現在 醫療院所有什麼意見 看起來他們大致上 這幾年當中都 在勞檢的互動 無論是態度 或者存以罰款 為手段的一個方式 已經慢慢改善成 輔導 跟 當然要嚴格的要求 到山影的局面 那 不過他們還是有一些狀況 就是說 跟大家 跟我們 勞動部報告一下 防疫期間 其實人力缺乏 所以在這個部分 想請教我們 勞動部 在防疫期間 這個勞檢後面 有沒有 什麼調整 以及說 經過這樣的一個 我們都要超前部署嘛 前瞻性的部署 所以 可能要 想一想說 未來藉著這樣的一個 防疫 那醫療院所的特性 怎麼樣來用前瞻性的 方式來 來佈置未來的勞檢的一個工作 尤其對醫療院所 創造山影的局面 不想要 市長 市長 謝謝 市長 謝謝我的指教 有關這次疫情的時候 當然第一時間就是 依照勞基法 天災事變 突發狀況 醫療院所的臨時的 人力調整 可以依照我們勞基法做處理 另外就是 今年 開始我們針對醫療院所 當然 上半年是以法尊法作為優先 當然法尊法作為優先 可是我們還是擔心 醫療院所工作人員疲勞的問題 所以我們除了 除了輔導之外 我們也建議醫療院所要 兼顧考慮 出勤時間過長 造成疲勞 或是 身體複合的狀況 那我們在年底的時候 也會針對 醫療院所做 一部分的專案檢查 還是 期待說我們跟 醫療院所更好的互動 同時我們會跟 衛福部保持聯繫 因為 醫護比 也是關鍵 如果說醫療院所醫護比 是相對是沒有辦法再 做一些調整的話 我們第一線工作者 勞基法的部分的 釋法性 一定會出現一些狀況 所以除了我們 法治病執行 或作為調整之外 我們也會跟 政府進步討論 好我想你們一定有很 成熟的一個方 方式在處理 那因為防疫 一個疫情來 病毒把我們搞得 亂掉了 但是我們要危機 變成轉機 創造更好的局面 所以用這樣的一個 一個衝擊以後 我們 因為反正 我們也習慣跟 醫療院所了解 他們的狀況的 他們的需要 他們的困難 能夠更成熟 來應應未來 疫情以後 再來一個更好的一個 一個一個 勞檢的一個 互動 希望三贏 那也希望 可以有這次的經驗 我們希望 醫療院所不能 一定要 不好意思 醫療院所一定 要讓他持續運作 尤其現在看 這次也都沒有 沒有在停 他們其實有對 護理人或怎麼樣 可能有制止管理 甚至隔離等等的 還是有這樣的困難 所以其實這次 醫療院所也有這樣的 一個心聲 好 這是第一個主題 我想 也許可以 讓勞動部想一下 第二個就是說 既然 我們 大家都關心 在勞動機構 或甚至我們 剛剛談的 醫療院所的 的辛苦 怎麼樣 讓他 醫護 各方面 能夠更加有品質 那我也想請教一下 那去 檢查 去做勞檢的勞檢員 本身他們 聽說 他們也是非常的血汗 或者是說 人力在招聘 也是很困難 不曉得這個部分 還有包括監察案 也曾經 做相關的調查 發現說 這個部分 也是需要關心的 那不曉得 市長的看法怎麼樣 謝謝委員 對我們 勞動檢查員的關心 那因為總統的政策支持 所以我們的 全國的勞動檢查員 編制員額 是一千人的 其中安全衛生檢查員 是六百六十三人 勞動條件 的檢查員編制是 三百三十七人 那目前的 在職率 大概是九成五 九成六 所以這一兩年慢慢的 是流動力是慢慢的降低的 表示同仁對這塊的工作 是有認真 也對這個工作有期許 除此之外 我們對檢查員的升遷 特別是批用檢查員 我們也改成三級次 從批用檢查員 批用專員 到批用視察 我們希望這些同仁可以 去一年一年 經驗累積 可以久任 所以有關檢查員的 薪資的調整 或者說是那個 申請部委員做一些考量 最後還是 謝謝委員 我們檢查員 還是要遲斷不斷的學習 因為環境在變 企業在改變 勞動條件的改變 所以我們只能讓檢查 更多的學習 更多的成長 我相信同仁就會願意 在這個職場上 繼續努力 聽起來非常令人感動 你們能夠 不但再關心他們的權益 還有提升素質方面 多元化的努力 我相信會有很好的成果 最後一個問題要請教一下 我們在紓困當中 有特別對批附工廠 的一個紓困 這個可能就是 沒關係 沒關係 這次都只是 發錢 那當然這很需要 而且也很辛苦 也做得很好 但是還是 譬如工廠 接著我常常講 危機變成轉機 我們以前從921 SARS以後 我們整個國家 在應用的能力 是令人敬佩的 然後我們在醫療體系 也創造很多更好的一個 應用防疫醫療的需求 那 我們是不是 對於批附工廠 有沒有長久的一個問題 在這樣的一個 幫忙當中 是不是也可以由 這樣中央政府來協助 更加有長年轉型 或以前他們有沒有什麼問題 需要 需要 幫忙的這個部分 我想 實際關係你們 簡單講一下就好 謝謝委員 我想批附工廠 稱之委員剛剛所提到的 有兩個重點 一個是短期的紓困 要做 協助他們度過 另外就是剛剛委員提到 長期的部分 怎麼樣協助他們去轉型 那這一部分呢 就需要一些輔導的措施 來執行 那勞動部在這方面呢 都編有相關的計畫 相關的經費來執行 好我想我以後會 會特別來關心這一塊 你有任何資料可以給我 最後請教 最後請教一下 那個 因為 我們知道我們大家工作都很勞累 20年來大概也都會去找 盲人按摩 視障的 紓困 其實他們的技術也很好 也很用心 但是他們的情況其實是很不好 生活情況工作的情況 其實都是需要幫忙的 那 這一次的那個 特別對視障按摩 紓困的狀況成效如何 那各位報告 這部分我們也注意到了 那所以對於視障按摩師 他們在這方面呢 我們也提供了一個月 一萬五千 上個月四萬五千的部分 那截至呢 5月15號呢 我們已經 核花了330人 一共的 一千四百多萬 五千體應該是多少 陷阱 就是說應該 大概可以發的有多少 現在多少人來發這樣子 兩千三百八十七 總共全台灣兩千多 對 那現在正在快速的合播 所以我相信 因為他們的聯絡方式可能比較 因為你們的視訊比較 沒有辦法跟外面互動的太好 可能要主動關心一下狀況 所以我們都會主動來聯繫 好 那就拜託你們了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市長 謝謝邱昭委 接下來請 紅石段委員來做 尋打 部長一回來 記者都來了 來 請去部長 來 請部長 紅委員好 好 部長 這幾天 這個 我們看到 勞工部跟主席總處的第一季的統計其實出來了 好 那今年一到三月 勞工部 目前總共看起來是收到大概90件的 大量解雇的通報 好 那 這個被大量解雇的人數高達 4500人 那這一次大量解雇最嚴重的狀況呢 我們現在看到其實是在住宿產業 大概佔27件 然後900多人 運輸的倉儲 只有三件 但是人數卻有600多人 但是這些數字其實都是 我們還是去估計 有照這個大量解雇勞工保護法 向勞動部通報的實質的人數 但是 部長 其實有很多業者根本就不甩 這個大量解雇勞工保護法 我們俗稱大解法 的這個規定 部長你知道這樣的現象嗎 我想這個大量解雇依法 它必須通報的 那你如果不甩 這個有相關的處罰 好 但是我們看到幾個狀況 第一個 比方說我們在去年的這個 連 加聯藝科技公司 裡面看到 他其實大量解雇了433位勞工 但是這是後來勞工去向 地方政府的勞工局去檢舉 所以最後才被裁罰了50萬元 那另外一個案例是最近的案例 最新據點的裁員 那他們的員工向媒體的投訴 是在他們員工向媒體投訴以後 才發現他們在過去兩個月已經 之前的110人 那目前看起來其實都還是存在著這種 好像其實已經真的的 他已經大量解雇了 可是要依賴這個受害的 或者說被解雇的員工自己 忍不住 受不了 出來通報 出來檢舉 勞工部或勞政單位 地方勞政單位 才發現這個狀況 那 那部長針對這有什麼看法 報告委員 是這樣 基本上 目前 因為我們整個大量解雇 他的通報單位 是地方政府勞工機關 但 其實我們都會去密切注意 比如說有些報宅 比如說哪些企業可能會有問題 這個部分我們都會隨時跟地方政府有通知 在他們 覺得說可能營運 未來可能會有大量解雇的情況 或會有協業的情況等等 會請地方政府主動去關心 那 這是第一 對 那是第一個 那如果有這種情況 我想 因為我們隨時在關注 他如果沒有通報 我想馬上就可以主動去採法 這是一個問題 那當然就是說說 如果這些業者 他不依照法律的規範來的話 我們勞工來申訴 我們絕對地方政府一定會 去做 調查跟了解 然後再採除 就像剛剛你講的 桃園那個案子也是這樣 部長說實話我認為其實才發 50萬啊 真的是很少吧 他如果真的大量解雇 很多人的這個 要給的退休金 要給的這些相關的這個金額 其實可能都遠遠 不是退休金啦 遠遠都超過這50萬元 那我自己是認為是說 有沒有一種可能是 因為當然我覺得現在 這個預警的機制裡面 看起來是有很大 應該可以改善的空間 包括如果說其實今天 從勞工部可以做的看到 欸 勞保局這邊已經看到 有比較大量的 這個勞保的退保 的這個狀況 或者是欠缺的這樣的紀錄 對 甚至是在跨部會的合作裡面 包括跟金管會合作 包括看到說其實有些 產業面的資訊對不對 包括是不是有大量的 這個財報的異常 或者是大量資金的移動 我們是不是有可能 來建立一個更完全的一個 這個預警的機制 也許可以來參考 像我們知道說 在洗錢房子上面 其實台灣做的是蠻好的 那洗錢房子就是說 我們其實有一環又一環的 預警的機制 所以我們在很前面的時候 就有辦法可以知道 欸 誰誰誰有可能 他現在是高風險的這個狀況 所以我們就 特別的聚焦來關注他 是 那是不是有可能 現在 農工部在針對這個 大量解僱的這個 預警的機制上面 可以再更做精進 包括 這幾個還談到的部分 給納進來 做一套更完整的機制來思考 可以 謝謝委員 其實我們去年 在這個面板 齁 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 報紙一直在報載的時候 那個面板也齁 其實是 開始會呈現一些 好 危機出來 那我們其實在那時候 就已經跟經濟部 包括金管會 對 相關的部位 我們其實就隨時 就有一個 類似您剛剛講的一個平台 對啊 我認為應該要把這個 如果有這樣做法很好 但是應該把它 機制化 好 我認為應該把它機制化 很明確的 到底有哪幾個篩選 或者是哪幾個預警的條件 其實我們把它清清楚楚的列出來 我覺得才比較能夠服人 好不好 這請老公布來研議這個部分 委員這個建議非常好 我們把它 把它弄一個機制 就是常態的齁 去做一些處理這樣 好 那第二個是我今天也想要再問一個 是關於 其實這幾天從上禮拜開始 有媒體開始講這 國道收費員的訴訟的這個問題 是 那當然他當然講到一個事情 其實在媒體上面 大家看起來都覺得 欸 這到底是在做什麼齁 嗯 講到說 欸 勞工部用這個 救安基金的這個經費齁 來 七十萬對不對 應該是沒有錯 七十萬 來跟這個訴訟的勞工齁 被解僱了這個自救會的勞工 來打官司啦齁 所以 大家現在其實是對這事情有一個 我覺得一個非常負面的看法 就覺得說 你拿照顧勞工的錢 來跟勞工打官司 我想問部長 為什麼 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欸 包括委員我覺得 報宅的 呃這個標題齁 是太簡化這件事情了齁 似乎把這件 政府對國道收費員的一些照顧 變成他就把它載化 甚至硬把它貼標 就是說 勞動部就是拿錢來跟勞工打官司 我必須第一個澄清喔 勞動部不會去編一筆錢 來跟勞工打官司 這個案子 勞動部是被告 是被告 是被自救會的會員告 那我們是被動應訴 嗯 那 並不是說 我勞動部編一筆錢去告他 這件 自救會會員是原告 勞動部是被告 可是在救安基金裡面 對 對這個我必須先釐清啦齁 第二個 我也必須說明清楚整個來由 否則大家就很簡化這件事情 其實為了照顧這個 我們國道收費員因為改制 齁那那時候有一些齁 原來的收費員被大量解僱 這件事情 可以說是多年的陳柯 那時候是蔡總統上任以後 他為了解決這些爭議 他在105年的時候 就你規劃了國道收費員補貼計畫 針對國道收費員大量解僱 他除了原有的已經領到了 想說他也的確 因為這樣的一個收費的改變 造成他影響 那時候擬定這個計畫 那時候就有交通部 然後遠通公司還有勞動部 各捐兩億元 就成立了一個國道收費員 他的專戶 然後這個專戶 他是專款專用於 國道收費員的補貼還有相關事項 可是這個專款 現在不是被放到這個就安基地下了嗎 我要跟委員講 成立這個專款以後 這個就是放到就安基金的向下 來督導 那當時候我也必須說 勞動部那兩億元 就是由就安基金提案 就安基金來提供 捐這一筆錢 但是你放到就安基金底下以後 是不是就應該要符合就安基金的 其實支用的一些原則 所以今天大家問的問題是說 那按照就安基金支用的原則 他第一條就要求說 這要有增進勞工的福祉 所以今天外界其實非常有疑慮的一個問題是說 你今天跟一群 為自己爭權力的勞工打官司 為什麼你打贏打輸 這跟增進勞工權益的福祉 有什麼關係 這是大家最大的疑慮 報告委員 這個當然大家疑慮 所以要聽我講清楚 這沒有辦法兩句話就說明 你沒有把來龍去脈講 大家還是一直打混帳 是不敢可以說 是 那時候在播我們那六億的基金專戶成立以後 政府播了兩期款 在要播第三期的時候 273 有兩...因為我們那個國道商務員 一共944位 那有278位的這個自救會會員 他們領了第二期款之後 他們認為不同意原來的補貼計畫 要要求另外一年資計算補償 包括六百萬元的行政費 就是包括要補貼9位不是非大量解雇的勞工 那而且對那時候就對行政院跟勞動部提告 那時候勞動部就為了原補貼計畫能夠順利執行 因為那時候本來想說趕快把錢發給他們 對他們的這個問題能夠拖這麼久趕快解決 可是提了訴訟 為了那個計畫的順利執行 包括要維護 我剛剛講278位提訴 還有666位的收費會員 他沒有提訴 他是按照原來大家已經講好的這個 國道的補貼計畫來進行 那為了要維護這些權益 也是維護他們的大家的福祉 因為原來計畫就是要照顧大家 所以才會聘專業律師應訴 要釐清真相 那我跟委員講 那時候去年年底 這278位自救會員輸掉以後 我們就馬上把第三幾款全部都撥給他們 包括自救會員的會員 全部撥一共付了5.4億 那我跟委員報告 律師費的部分 它就是我們剛剛所講的 我們補貼計畫的 國道收費員補貼及相關事項 那因為這筆律師費照理說 就是因為它是屬於相關事項 我們本來直接是可以從這個基金裡面來支付 對 然後你聽我說 可是我們的會計單位說 因為這個事情 因為之前的訴訟跟未來 因為後來被自救會又提上訴 那律師費之前都沒有付人家 我們的部分 那我認為說這樣不對 已經拖了兩三年了 所以那時候要請會計單位支付 那會計師說 這個最好再提個計畫 跟救安委員說明一下 那救安委員那時候也說 這沒有問題 所以那時候就 就是在今年2月26 委員一致沒有反對的意見 就已經就同意 對 但部長我要說 就算他之前你說這個專款專用 或者是來自於這個捐助 但我覺得第一個還是很明確 因為他被擺到救安基金下 因為被擺到救安基金下 就要符合救安基金支用的原則 就要符合大家針對救安基金支用 要有益於勞工福祉的部分 但我目前我認為的認知裡面 很清楚是說 這筆錢不管勞工贏或輸 或者是勞工部贏或輸 基本上我自己覺得 跟所謂增進勞工福祉 是沒有什麼太大關係 所以我認為現在會出現一個 認知上面的爭議 就算他是來自於捐款捐助 就算他是專款專用 但是因為擺在救安基金下面 還是一樣會產生這個認知的爭議 大家就會檢視說 你這個這筆錢的支用 請問你出這個律師費 跟提升勞工福祉有什麼關係 我說實話 我自己覺得要解釋上去 我自己覺得聽起來會蠻牽強的 所以我自己認為 我自己認為 我還是必須把我的想法講清楚 我認為用救安基金 目前這個做法 並不是好的做法 我自己希望 部長可不可以回去再思考一下 有沒有更好的做法 至少讓勞工朋友 至少讓勞工團體 至少讓社會大眾 在看的人在媒體 不要誤解 或者是不要去錯誤的理解 變成說勞工部 在跟拿照顧勞工的錢 在跟勞工打官司 我覺得這樣的印象 這樣子的認知 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報告委員這樣子 因為這件事情發生以後 那我們也覺得說 這樣子一個似似而非 或者大家一直在focus 把這件 故意把它 變成說我們是勞動部 在跟勞工對立這種情形 我覺得這樣很不好 那包括這個 大家一直在質疑說 這怎麼跟勞工福祉有關 但是你不容易去說明清楚 但是很容易被操作 那我想不要因為這件事情 去抹殺了整個政府 對國道收費員 要照顧的一個美意 這當然 那我覺得 既然大家對這件事情有疑慮 我在這邊承諾 我們不從舊安基金來支這筆錢 因為 不想再說一次 你說 承諾 不用舊安基金來支這筆錢 不用舊安基金來支這筆錢 但 我也跟委員說 是 你們說 我勞動部的公務預算 那一樣會落入一樣的邏輯 因為勞動部每筆預算 都是要提升勞工福祉 公務預算一樣會還是 問題還是被混了被模糊 所以我是這樣子 我認為這件事情 就是回歸到交通部 他要來付這筆錢 因為當初這個事情 就是解決交通部所主管的 國道收費的爭議 所以現在是說用交通部的錢 那勞動部跟交通部已經講好了嗎 我們在溝通當中 目前溝通當中 所以現在勞動部的意思是說 願意說修改之前的做法 不用舊安基金的錢 現在希望是交通部來出這筆錢 目前的做法是這樣是不是 好 我希望接下來部長 溝通的狀況可不可以隨時讓我們知道 好不好 我一樣是用專戶裡面的錢 因為 兩億勞動部 兩億交通部 兩億遠通 是 那交通部他那兩億裡面 我們希望從他的那兩億去支持 就是這一筆錢 我接下來會 我們會在 昨天到底交通部這邊 他們同不同意這個做法 是 或者是說這個做法裡面 會不會讓大家覺得 是拿這個 應該本來應該照顧勞工的資源 來跟勞工打官司 我覺得很關心這個事情 因為畢竟 畢竟我必須說 這個我覺得勞工大家有權力自己 我說實在 我不同意說我拿這筆錢去 打官司 現在外界有這個認知 我說現在外界這個認知 所以我們盡量避免 我們要避免這個認知 要避免這樣一個錯誤認知或誤解 所以我願意做一些修正 但是我絕對要說明清楚 這筆錢這樣的支付 當初是沒有違反 這個救安德相關 但可能會造成社會這樣的認知 對 但是造成 因為一般民眾不容易對事實 或者對這些法律 有清楚的一個了解 那我也不要讓大家這件事情 一直發酵 造成政府幫忙 這些國道收費的人 完全都被我 我聽懂部長的話 我覺得反正接下來 我們會來追 接下來這個事情 後續到底是誰 用什麼經費 用什麼資源來處理這個錢 也避免大家在持續 之前上個禮拜這樣的認知 OK 謝謝 已經讓兩位講很久了 謝謝 還講不清楚 那就糟糕了 來 接下來請徐總委員 來做選打 謝謝主席 麻煩請徐部長 來 請部長 主席 不是疫情比較合反了嗎 以前都沒有隔板了 現在又到隔板 一來就交代了 拿掉了 好 徐很好 不想戴口罩的 不得不戴 好 主席 那我 主長好 主長辛苦了 也恭喜你繼續留任 那個我們廣大的勞工朋友 要請你多多費心照顧了 謝謝位 針對今天勞動部 我們紓困措施執行情形 我有兩個意見 先說一點好聽的 有關這個第九點 昨天在地方上也碰到職業工會的幾個理事長 他們是還蠻讚喜的 那個速度也快 那個就是一次發給三個月 共計三萬元的這個部分 好的 也要跟您報告 那有關第八這個 勞工紓困貸款 這個十萬塊的 一方面 有勞工在問我 他說貸款利率1.845 既然是紓困 這個第二年第三年 1.845的利息實在是太高一點了 這個您參考 然後他問說 第一年不用貸款利息 他用了一年 他第二年要還可以嗎 可以 報告委員 他隨時要還都可以 跟委員報告 這其實是信用貸款 所以你隨時都可以還 所以他用了一年 我們政府補助的這個利息 他第二年要還 他 他就想說 沒有問題 沒有違約金的問題 好 他當然 他不會違約 他只是說他要提早還 應該就不會違約 有些會說你不能提早還 所以他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就請教一下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剛剛也有委員在問的 這個所謂的這個安穩就業計畫 有關這個針對畢業生的這個問題 剛剛也有委員提的很好 他也希望說高中職的 也應該要把它算進行這個畢業生 那我們一個也補助 1萬2是補助幾個月 報告委員 其實我們現在的詳細 詳細的內容 其實還沒有確定 那這個補助的金額跟補助的期限 可能還會有一些 整個整體考量 金額是應該定了1萬2 就公布出來 只是期限沒有 這個我也沒有多大意見 我是擔心 當然我們的好意思 照顧這個畢業生 一出來他都有這個工作 我是怕說你那個 補助這個1萬2 是不是有一些企業 為了省那個一個月的1萬2 對於這個技術層次比較低的 不用不用這些什麼技術的 他為了政府補助這個1萬2 這個畢業生 就減低他 減低他的這個 付薪水的這個金額嘛 是 所以說我擔心有這個排擠的這個效應 不要把 為了畢業生是好 但是把現任的技術層次比較低的 已經現在在就業的 被企業主排除掉 他又變成失業的 我是擔心這樣子而已 對 是 包委員我們這個會注意 我們其實 雖然說 鼓勵企業提供給畢業生 剛畢業的工作機會 但是他絕對不可以 因為這樣把 原來的員工財老換新 這個我們是避免 有這樣的前提 對 我們這個前提不行 他只是心進的 對 他只能不能 對 你不能說 財了好幾個然後給我用新的 這是不行 我當時說那個內容一定會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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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樣我了解 這樣就我就比較放心一點 好 我們再過兩天就是五澳年 也就是我們蔡總統第二任期的這個 開始了 當然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能夠檢討一下 在之前的四年 我們對許多勞工政策的政策面 我們是不是要來檢討一下展望未來 在這次的總統的這個競選期間裡面 好像有看到的一些長照力能科技又啊 什麼財經等等的這個政策 好像對我們勞動的政策 比較缺乏的樣子 不就沒有看到喔 在他的網站裡面 報委員 其實就是總統的政見 他其實是延續的啦 因為他第一任競選的政見 那有些是齁 就是一直都在持續進行中 所以一定要把這些都落實 所長 你就講對了 因為都是要延續的 因為為什麼要延續 因為這個四年很多都沒有做好的 都還沒有做好的 所以要繼續延續 其實我們講起來 你看之前我們有所提的 會不會再修這個以利益修啊 這個我們勞保年金這個洞 要怎麼樣彌補啊 最低工資法職業 保險法等等法案 有的是最低工資法好像 四年前也提過了 四年也過了 好像也都沒有什麼動靜 也沒有什麼好的結果 所以你剛剛講的真的是很對 因為也不用再講 因為之前講的都還沒有推動好 所以是要延續下來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我們那個最低工資法 跟那個職財保險的立法 其實現在已經 以勞動部這邊我們得法 我們行政院的版本也還沒有 在行政院那邊還在 就是要等院會通過 就會送到大院來 所以這個會期不太可能了 就看那邊我們有一直 希望說能夠盡快送 那個部長您就是這會期趕不上 也請您要繼續這樣追蹤者 不要真的是說到了四年以後 在我是不知道四年以後 貴黨是誰 誰這個參選總統 到時候又沒有這個 勞動的政策 不好意思 這樣上戲以後 怎麼沒有勞動的政策 又說因為勞動政策要繼續延續 因為八年都沒有做好 我是擔心這樣子的 謝謝 然後還有就是說 有關這個勞保基金 什麼時候破產 這個大家都討論過了 應該在個五六年還是六七年 現在我們是都還有這個 公務預算在預注 所以說這個也 我們也還沒有把它做得完全 那意思就是說 在我們這個66條有關 基金的來源裡面有四款 包括創立時政府撥付的金額 保險費 以及它的支洗支納金 以及基金運用等等 但是裡面就是沒有 政府撥補的金額嘛 所以說好像我們政院版裡面 第66條第一款 也有再加了一個 政府撥補的金額 加了這一條 所以我也希望 雖然撥補歸撥 至少好像有點 有點民不正 言不順這樣的意思 當然你也可以撥進來 但是就是沒有這一條來源 所以說也希望我們這個 勞保條例能夠盡快的 把它修好來 甚至於政府撥補的這一點 我們也可以把它放進去 我們就堂堂真正的 我們甚至於還希望你 不只撥補兩百億 越多百億也越好 這是比較長久的直擊 是為了草案 政府撥補這個部分一定會 一定會入法 一定會 對啊 這樣我們才明正言順嘛 不然 他的來源裡面都沒有這個 院長那邊 今年二月就行政院撥兩百億嘛 那去明年也會撥 院長有承諾 對 撥是好事啦 我只是說 在我們的來源裡面 沒有政府撥補了嘛 所以在修法的時候 我們也把政府的來源 這個也把它放進去的意思 好 謝謝部長 謝謝主席 好 謝謝許委員 謝謝部長 接下來請王文宜委員 來做質詢 王文宜指請完之後 我們休息 十分鐘 有請王東部長 請部長 請部長 王委員好 您好 今天還是要就這個 剛才雖然洪委員已經質詢過 這個關於就業安定基金的應用的部分 我想在這邊先就這個法源 以及說明 運用辦法來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就是說在我們的就業服務法裡面 原本就明定說這第五十五條 是我們的目的是為了要 增加國民的就業 以及說提升勞工福祉 包括說右邊這一頁 右邊這半部 我們可以看得到說 就業安定基金也是因為來 增加國民就業 已經提供勞工福祉的部分 那所以剛才提到是說 這個部分 我們如果將這個 我們的可以看到 第九十三四的會議紀錄 已經這邊清楚的說明了說 預計的這個訴訟費用的 這個律師的部分的七十萬 會由就業安定基金來做提播 那其實這就我們剛才提到說 這恐怕跟提升了勞工福祉 有一個衝突的現象情況 的狀況存在 那我們當然清楚說 勞動部剛才已經有 就這個部分做回應在官網上 我們其實也有看得到 但是我們就實際上 這個就業安定基金 還是想要做一個說明 就是這筆這個費用 其實是由雇主這邊來提播 成立就業安定基金 那目的是為了協助 協助勞工的福祉 但是我們如果拿這個 來對抗勞工 即便勞動部不是主動來提告 但是他仍然在訴訟過程中 他是對立的兩方 他就是一個被告和告訴人的關係 所以說他只要進行這個訴訟過程 其實就是在對抗勞工 所以我們認為說這筆費用 從就業安定基金來出 其實說這部分是為了希望能夠增加勞工的福祉 如果是在這個部分 這個勞工的訴訟費用 應該是補貼在勞工的訴訟費用 而不是來就行政院或勞動部的這個 被告的部分來做處理 所以剛剛很高興說 能夠聽到勞動部願意來做這個調整說 這筆費用不應該從就業安定基金來出 而是請會與交通部來做協調和研議 但是我們想請教是 在這次的訴訟的案件過程中 被告是行政院和勞動部 意思是說 雖然被告是勞動部和行政 勞動部和行政院 但是我們會由交通部來出這筆費用 然後另外也是想請教說 這個部分什麼時候會達成功 什麼時候會有實際上的做 報告委我們其實已經在 從前兩天就開始在跟交通部這邊溝通 因為就像我剛剛講的 因為這件事情變成大家就混淆了 然後事事而非不容易說清楚 我覺得不要因為這件事情 抹殺了政府的一些努力 那所以我在想說 因為這件當初解決這國道收費員的一個大量解雇部分的一個補貼 他其實那時候因為是國道收費 所以交通部是主管機關 那只是那時候因為要 這等於是另外又籌一筆錢來補貼給這個我們原來的 這個大量解雇的國道收費員 那勞動部那時候因為錢不少 所以當時我才要求勞動部也來捐這筆 然後我們才會透過救安基金 救安基金那時候的名目就是提升勞工福祉 然後成立一個專戶 那當時其實整個專戶 他就是勞工這些國道收費員的補貼 以及相關事項 所以我們才會認為說 因為後來有訴訟 但是其實這個訴訟 為什麼我認為說跟勞工福祉有關 因為這個計畫是全部的適用對象是944人 那你一定要趕快讓這個事情讓法案能夠釐清楚 然後這是包括不僅提告的278位的權益 包括沒有提告的666位的勞工的權益 也因為這個訴訟整個都停擺 沒有第三期款是拖了兩年多才播出去 所以我們當初是認為說 這個其實就是為了勞工的福祉 必須來協助法院釐清事實真相 讓所有的會員不管是原告也好 沒有提告的也好 趕快把這事情釐清楚 按照補貼計畫 我們還提到說其實這部分 雖然勞工不可能有一個兩散的利益 但是以實際面上來說 他其實就是在訴訟關係中 跟老公做一個對立面 對 因為其實這一筆錢 對 照理說啦 我們其實是對救安基金有一個招待 否則的話 他依照原來的專款 專戶專款6億那個專戶專款 他就是國道收費補貼及相關事項 我如果不提 我其實一樣可以用 但我覺得這件事情既然提了 然後又造成大家的誤解 那我覺得這非常可惜啦 我跟委員報告 這件事情政府是解決了 前朝留下來成科 然後有責任的把它解決掉 也全部6億現在已經花了5.4億出去了 我跟委員報告那時候 去年年底判決後 我馬上跟關係師業務單位說 我覺得非常高興說老公不願意來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也是樂觀期間 立刻播 我說立刻播 就是剛才提到說 從就業基金來支付這筆費用 確實會引起大家爭議 然後他也是 看起來就是要拿著勞工權益的錢去打 跟他做一個對立的部分 我覺得喔 不要這麼簡化這件事情 如果這樣這麼簡化 我覺得很多事情就會被 被操弄或者被混淆了 但是剛才部長也有答應說 這部分會有其他人來做提供 有非常樂見證的情況 我是把事情講清楚 但我願意接受大家的指教 如果大家有疑慮那沒有關係 這件事情本來就回歸到交通部去 我們勞動部是幫忙解決事情的啊 理解 所以我們很開心說 勞動部願意來做這個調整 然後也真的希望我們能夠 一起來為勞工權益來做著想 讓他們能夠得到協助 那因為這個國道事件 本來就是因為我們的政策方向 需要推動 所以才導致他們這個 可能被解僱或是失業的情況 所以我們真的應該要來協助他們 而不是說在那個對立 所以很想清楚的是他說 交通部的部分剛才提到有一個預定的 已經有開始談 對 那有沒有預定達成共識的期間 或是什麼時候回來做這個 儘快 報告委員我們儘快 所以還沒有一個清楚的期程 對對對 因為這個事情其實也事發突然 那大家也覺得說 這沒有問題啊 可是這件事情似乎一直 有心人一直在操弄一直在發酵 那我們覺得這樣整件事情已經失焦了 所以那個不是吵弄啦 但是他確實從救援家庭基金 可能不是一個妥事的罪法啦 我要是必須講 這沒有不妥事 否則我想 救援委員是何一致欸 我們那麼多委員 我雖然是主持人 我主席 我也不能說 這個案子我要怎麼處理 不可能 但我要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今天 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案是一個善意 剛才其實有聽到部長說明 那我覺得 如果願意配合 就是願意這樣增加大家的 我只是說我把事情 我把事情解釋清楚 但我也願意 不要造成大家誤解 我們就 做一個另外的處理 否則大家一直focus在這裡 錢都已經發完了 我還是覺得 應該是從事實面來看 他就是確實是拿救援安定的錢 來做進行這個訴訟的過程 這個其實清楚在二月的 會議紀錄面已經列出來了 所以這部分確實是有所不妥 那時候我們也希望做這個調整 那剛才部長在命運 如果說來願意做這個調整 我們非常樂見 那也希望說 這個東西能夠清楚定義 我們不應該拿著這個錢 來跟勞工進行訴訟 因為他畢竟就是救援安定基金 這部分其實已經很清楚地定義 在救援安定基金的目標 以及應用範圍裡面 剛才我們其實有在這個法院上 以及應用辦法上面 已經有提出了說明 解釋的角度問題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 這部分可以盡快 有專業的人來協助法院 把事情弄清楚 趕快有個判決 讓大家好依循 我淺額趕快發下去 這對所有勞工都是好的 因為是提升福祉 但是我覺得 我尊重每個人的解釋角度 是啦 他畢竟是兩兆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安穩今年就業計劃 不要說政府去補貼了這些 國道商人幫忙他們 然後今天還要被罵 那我覺得這樣就很不值得 所以我願意沒關係 我就是說 讓這個爭議就stop 因為70萬的律師費 因為這個 人家律師也是專業 也是必須給人家的 那這是怎麼付 我們來跟交通部協調 對我覺得付款的部分 應該要哪個部分來支出 我覺得應該要清楚的定義 因為畢竟還是有這樣的爭議 因為他在訴訟過程中 我剛才提到 他就是被告和告訴人的關係 他確實就是一個對立的兩邊 然後確實就是 拿這個律師是來協助被告的嗎 沒有錯 所以這部分其實就是在跟勞工做對抗 這部分可能請部長這邊來做調整 那另外就是想針對這個安穩 青年就業計劃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可能比較快速的說一下 剛才其實許委員有質疑到 提到這個部分 那我們其實主要這個部分 但是針對這個疫情的衝擊 青年一出校 一出校門可能就會長期造成失業情況說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增加更多的就業機會 讓青年得以就業 但是這個增加更多的青年就業計 這個青年就業計劃 其實大家會有所擔心的是 這個內容其實還沒有看到完整的 政策的說明以及方案 那我們會擔心的是 包括這邊民調其實也說明清楚了 這四成年輕人會擔心 其實是有可能造成拉低薪資的部分的情況 所以我們想要在這邊 因為時間有限 我可能就很快的說明一下 我們這邊看到的狀況 以及希望能夠給予的 政策的建議 據說當初在22K的部分 也是領這個 有這個補助方案的部分 有可能是他領了這個1萬2之後 他給他最低薪資 可能就贏了1萬2 然後他招收進來的人 他給他2到3千8 這個最低薪資的部分 所以我們希望說 針對這個部分 是不是能夠有一些在薪資上的限定 讓他能夠提高這個就業的可能 以及說在薪資部分 避免造成導致薪水過低的情況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希望的是增加就業的人數 所以原本的 怎麼樣去認定說 他是排擠到原本的就業人數 或是說 能夠增加額外的雇佣說明 這個部分也希望能夠明定 那另外就是說 這個上路的時間點非常的重要 因為說如果我們太早頒布 那原本企業他想要 進行的這個偵才計畫 有可能會往後延 來配合這個1.2K的部分的補助 所以讓這個其實就業的人數 可能不會增加 或是就業計畫 可能沒有辦法擴大 那如果太晚 太晚頒布的話 或是明定的內容 不夠清楚的話 有可能讓這個就業的協助 沒有辦法持續進行 因為大家畢業期就是在 暑假的時間 大家開始就找工作 所以也不能過於太晚 所以我們希望說 在這個限定的範圍 職業的類別 以及說薪資的部分 都應該要來明定清楚 還有剛才補助的對象等等 都應該來清楚明定 這樣子其實才有辦法 我們達到我們想要的目的 就是擴大就業的方案 然後讓青年畢業後 能夠比較順利的找得到工作 所以這幾點是針對這個 政策上的建議 希望勞動部可以參考 因為目前是沒有看到 比較詳細的說法 謝謝委員 我們一定會在避免青年低薪 還有財老換薪的大原則下 會我們去審慎規劃這個內容 包括薪資的標準 補助的資格 還有相關條件 那這個部分我們其實我那時候就是 之前委員會有問過 我是說五月底 五月底 大概五月底左右 我們會提出整個規劃的內容 其實大方向都已經出來 這也討論好幾次了 是大家就是細節部分 希望能夠比較省深一點 因為希望是增加就業機會 我不是說把原本就業機會 拿來領這一筆補助 這才是我們希望達到的目的 謝謝 謝謝委員 好 謝謝王委員 謝謝部長 現在休息十分鐘 謝謝部長 她很快 你蹲下 夜晚做的 我看是你們 會不會是 的 你會不會是 你會不會是 我去轉身 你會不會是 我去轉身 你的 頭 你會不會是 他 我的 我去轉身 我去轉身 哦,這只用肥,有點這樣 哦,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那我的話,我的朋友呢 好,不用了 我現在沒事,我剛好看我的位置 可是我現在... OK,OK,OK,OK 好,OK,OK 好,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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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繼續開會 請莊建成委員來做質詢 好,我們繼續開會 請莊建成委員來做質詢 好,謝謝主席 那我們有請部長 來,請徐部長 然後我們也有請那個周署長 周署長 喂,好 部長好 那我今天針對一些 勞檢的一些問題 來跟我們歸部來做一些討論 那日前這個 署長有提到說我們今年度的這個 專案勞檢的內容 包括了四大面相 那有16項的檢查 跟預計檢查4,000家 那從5月份開始 那其中還特別鎖定這個 食物的外送平台業者 那去年勞動部認定 多數外送平台業者 跟那個外送員是這個 雇佣的關係 那當然也有一些認定是為 承攬的一個關係 那但是 業者他 有些業者他堅持 他說是 他是那個承攬的一個關係 那當然這關係到這個 這個勞保的這些問題 那 包括最大的 兩家 大家 所熟知的這些外送業者 那 後來這些業者他有提起一些救濟嗎 還是說接受 你們的認定說他們是雇佣關係 他們有訴願 現在還在訴願當中 那目前 目前 就是 所以 勞動部貴部那邊 所有的認定的標準 目前是怎麼樣的一個認定的方法 我們有定定一個 雇佣承攬的認定原則 是 然後就是 來 讓這個業者也好 或勞工也好 或者政府機關也好 在判斷整個外送員跟 他的這個平台之間 到底是什麼關係 所以我們有定定一個認定原則 所以 規部根據這個勞基法跟這個 司法實務面的認定 最關鍵因素其實應該是重屬性 對 重屬性 就是從 平台對這個外送員 他的這個指揮和監督的這個強度 到底有多強嗎 那但是我覺得上有對策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那 業者一再去修改這個契約的內容 想要再規避這些認定的一個要件 那這個在勞檢上到底要怎麼去突破 那 例如說他們最後認定 最後認定他是這個雇佣的關係 可是那外送員的這個工時怎麼算 那他要不要打卡 那他能不能超時工作 那超時要不要給加班費 那這個怎麼樣去認定 報告委員當然如果他是這個認定是雇佣關係 那有關於這些工時 還是加班等等勞基法 出勤紀錄 這個都必須要有 那我們去判斷他到底工作了多久 那像他們現在在訴院這個過程是一個空窗期嗎 還是 也不是 報告委員因為訴院他當然是對 因為訴院是因為他們的財法是地方政府開的嘛 所以在訴院之前還是會照你們認定的規則去走 對還是照我們的規則去走 因為超過委員是這樣子 每個個案都是不同的情形 所以他現在在訴院那是變成這個個別案件 這個他們行政救濟嘛 那他的認定並不會去影響別的案 每一個法律事實的認定都是獨立的 所以現在到底外送平台跟這個外送員之間到底是什麼關係 這個其實就是每一個案實質去認定 就像剛剛委員講的 可能有時候 你說我訂了那麼多認定原則 從從屬性來判斷 如果你從屬性越高就是僱傭 從屬性越低那可能是承籃 但這總是一個認定原則啦 究竟是什麼關係 其實都是要就個案來看 所以就像您剛剛講 假設 那個他就現在就規避 就故意規避的一些規範 但是這個書面的契約寫得很好看 可能就是寫的是承籃 但實際是僱傭 那報告委員 我們是以實際他們之間的一個 一些關係來判斷 不會虛擬他的書面 我們綜合各種情形來判斷 那從這個問題衍生出來 就是這個非典型的勞動的一些問題 那非典型的勞動問題其實在討論很久了 那從過去的派遣到業務承攬 到現在這個外送平台的這些模式 那其實有一些專家學者 他意見也會有一些不一樣 那之前貴步說過要提出這個派遣的專法 那這目前的這個進度如何 那他只是規範派遣嗎 還是有沒有涵蓋各種非典型的勞動 那這些東西是要回歸到 回到這個勞機法來規範呢 還是說這個專法 他本身會有一些規範在裡面 報告委員 其實派遣的專法 因為他有一些大前提的問題 必須先解決 那個到底那個比例是多少 那個資方的主張跟勞方的主張 是天差地別 但外送也 不是派遣 我們的派遣勞工的確有他很重要的 必須給他保障 是 不管他的薪資 或者他的禁止轉卦 譬如說他定定期期 故意去規避 包括這個他的一個職災 那這個部分 報告委員 我們認為說最重要的 我去年在 那時候也是我們劉劍國委員 當招委 他上我們去年的 五一勞動局我們通過了幾個條文 那個是 讓派遣的保護入法 那是真的非常謝謝劉招委 這件事情 是會 必須在一些時間 那看怎麼樣的最好的方式 因為 也有人說 不是派遣應該歸零嗎 也有人說 實務上就是這樣子 那我覺得不管如何 派遣工的保護那是最重要的 不管是專法 或者我們現在在勞基法 把它增定條文 這個都是一個 都可以可行 目的就是 不要讓我們的派遣工被剝削 被當免幾塊 用了就丟 那薪資沒有保障 職災沒有保障 那這是沒有辦法容忍的 所以我覺得 作為勞動部長 我一定先 從他的保障開始 用各種方式 我只要能夠達到目的 所以去年在 稍微的一個支持下 我們 這個條文也過了好幾條 所以去年 在五一勞動局之前 是 謝謝部長 這勞檢當然 雖然它只是一個手段 那但是 因為在實務上的 違法的狀況 其實有不少 那所以這個 民眾他一直把這個 勞檢當做一個指標 那 尤其在勞動條件的部分 用來認定 政府 到底有沒有用心抓出這些 違法的一個雇主 下一頁 那我們在雇主最長 最長的違法的樣態 形態大概就是這 前面這三項 那包含了這個 勞工超時的工作 那未一規定 給足這個加班費 那以及說 未詳實紀錄出行這個時間 等等這三大一個 一個違規的一個項目 那我們一例一休 其實實施到現在有一段時間了 那你就是貴部認為 目前的狀況如何 就是企業跟勞工 他們大概都適應這個 一例一休了嗎 我們覺得這一段時間 大家是比較 了解以後也比較適應 那我們接下來都是 用 輔導法遵訪式的部分 去瞭解 那目前其實我們法遵訪式以後 違法的是比較少了 違法規定的比較少 是 另外我們也繼續再聆聽 勞治雙方的意見 是 另外其實本期過去我在 學術界的時候 我也在開發這種過勞史的檢測器 那其實過去 現在大家其實 說真的 就是勞檢員其實他現在人數也 不是那麼充足 那所以勞檢員其實本身就過勞 那工作不穩定 那壓力也大 那有很多新手 那過去也常有這個勞工出來 爆料說公司有幾十種這種頒表 那故意弄得很複雜 那沒有經驗他根本查不出問題 那我看到這個勞動部跟地方政府 有在推這個培檢 或是這個培檢的一個制度 那找一些工會或專家來幫忙看 那目前推行的一個狀況是如何 那採用培檢的比例大概 有多高目前 報告委我們其實那個就是 在培檢那就23條 勞檢法23條 我們現在也是充分 因為很多 其實在過去委員都有很多 很好的建議 認為說 有些東西要專家參與 否則你去看你根本看不出來 所以 報告委您剛剛講的 我們其實現在比較新進的 這些勞檢員 我們都會讓資深的委員 帶著 這些檢查員帶著 然後包括 有必要我們就是請專家 他用培檢的一個方式 來陪同檢查 是 最後我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其實另外民眾最有感的 其實就是這個採法的一個金額 那 因為現在 有的地方政府會公布 但是有的沒有 那 過去這個 因為貴部說沒有法律規定 所以 我不能強制要求這個地方政府 去做這個 的一個公布 但今天的 其實今天 的提案的一些討論 就會針對這些問題 來幫貴部這邊做解套 那 不過 這個民眾有關心的問題 例如最常見的就是 不給加班費或是 少給加班費這個問題 那你們在勞檢的時候 好像就是同一次只認定一個案子 就是說 少給一個人也是一個案子 要少給100人也是一個案子 那 這這樣 會不會 變相的就苦力雇主違法 就違法多一點 加違法就讓多一點人 就是 就是 那這會不會造成這個這個情形 那雖然說罰者是 2到100萬 而且就是 有規定會依照事業規模 或違反人數 對 或違反情節去加重這個 這個罰者 那加重罰罰的這個最高 2分之1 那所以上限是可以到150萬 150萬 那但是好像實務上幾乎都是 重罰但是是2萬 不會喔 報告委員我們其實之前 像那個時候499之亂 第二陣子都是開到100萬 150萬 是你說電信那個是有之亂嗎 對對對 所以我們會看情形 因為有些案子 如果說他真的是 這個影響的勞工人數很多 然後這個 這個對權益損害 比較大 我們都會 我們累犯 像地方政府 因為這個採訪都在地方政府 是 他累犯都會加重 我們當然有一些指引 基準讓他去判斷 那採訪還是在地方政府 好 OK 好 謝謝部長 謝謝 謝謝中委 謝謝許部長 好 我們現在請劉建國委員 好 謝謝主席 有請部長 有請部長 永遠好 部長好 先跟部長恭喜 表現獲得肯定 留任勞動部長 謝謝 謝謝 也請部長 繼續打拼 好 為我們台灣的勞工的權利 繼續來努力 謝謝我也 我也努力 剛才在當主席的時候 部長一直提到我 害我受寵若驚 所以我們就來回顧一下 部長應該是從 2018年的2月26 來接任勞動部的部長 是 那 這個中間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包括 剛才陳如瑜所講的 勞計劃17條之一 22之一 63之一 我們把派遣勞工的保障 寫入勞計劃裡面 然後也通過了 中高齡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 是 還有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六條 保風災可能引起的危害 這個責任 故事必須 對此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設備及措施 以保障這個 外勤工作者之安全 哒哒哒哒 還蠻多的啦 我就不再贅述了 謝謝 那我們今天要來推動這個勞計劃80條之一 以及勞動檢查法 部分條例的休息廠案 我很謝謝部長 還有各位同仁的這樣的一個支持齁 我想我們未來還有很多機會 要繼續來推動更多 為勞工的這個相關權益的法案來有力齁 但是我先要請教部長一件事情 其實職場的安全 剛剛也特別提到 中文也特別提到 5月12號 監察院針對 移工職災私能 私能力 明顯高於本國勞工 但勞動部未對此提出具體有效措施 因此勞動部還被提出糾正 所以 這個保障移工職場安全固然重要 但還有 呃還有 還有一點你投放重要 那就是這個職災的死亡率 職災的死亡率齁 職災的死亡率齁 我對一個事情我還蠻care的齁 就是 前衛KTV 嗯 那在這個職業下旬的時候 也有員工上升 是 對不對 所以 呃 我想 這個 這個 勞工除了失業的恐懼外 非安全莫屬 所以對於涉及勞工生命的職場安全問題 這個真的要請部長 是 跟署長齁 多多來在乎 我有幾個問題請教部長跟署長 這個報導 新聞的報導裡面的內容是說 我KTV那時候還在營業 同時也在施工 這樣算不算 共同作業 那個 我請署長來 來 署長來 報告委員 共同作業是我們 子安法第27條的規定齁 那這兩個案 這個案子是一個 繼續在營業 施工在不同樓層齁 那不是我們用子安法27號來看 不過 這個案子因為 工作者是KTV的工作者 他包括 一個經理跟一個工作者是一死一傷 在這個案子 他執行工作是我們 治安法講的職業災害 所以第一時間 台北市勞檢處也去做檢查 配合消防單位做火災見識 所以這個個案 我們認為說是 整個KTV 整個公司裡面對 現場的工作管制是有缺點的 有缺點的齁 所以不算 不算共同作業 不算共同作業 是 到底誰可以去關掉 這個系統 這個是消防法 你看 他是消防這個設施設備 是按照消防法的規定 這邊我就 難以自作 難以自作 好 我還是請署長 部長對這事情 要多加了解 到底 港東部站在這個位置上 能夠去 主動的超前部署的 不要因為這樣的事件發生 讓這樣職場的員工 因為 生命又不見了 對 你看啦齁 部長你看 我整理出一個資料齁 一年的執災死亡人數 近十一年齁 看這個資料 平均啦 三百上下 這個這個數字 我看起來真的是蠻 蠻蠻驚訝的啦齁 這十年來 為什麼我會這麼說 如果你去 回顧這十年的時候 每年的職業災害將近 職業災害死亡人數齁 比災害防救法所略的災害更慘烈 當然 除了九二一地震 齁 除了莫拉克等巨大的天然災害外 即便是2016年的216號 台南大地震 還是八仙的粉塵氣爆 高雄氣爆 都不及到每年三百人 的這樣的人數 是 所以這個人數真的是蠻 齁 齁 所以我是覺得說 可能我們很多事情 是不是 任務啦 這叫我們的任務啦齁 對 我們的任務代改善 然後看怎樣可以 已經流行的計畫叫超前部署 是 所以在這個部門 我們如何可以 來包含職業的監督啦 檢查啦 雇主作為等機制 然後 創造三營啦 是 好嗎 好 這檢查委員 對 我私政的政策目標三安啦 對 安穩 安心 安全 因為現在職場安全的部分 我是非常非常重心 對 所以我都經常自己去 就帶著這個 整署 周署長 我們就是現場 包括公共工程或者一些 過去曾經發生 職災的一些 這個施工的事業單位去了解 因為我覺得 就像委員講的 其實任何一條 生命的損失我都很難過啦 尤其 剛剛您說 每年大概300人 這個我們實際上是 一定要想辦法 讓這個數據 一定要下降 我們希望每個人到 職場都是 能夠快快樂樂出門去工作 偏偏安安的回到家裡 所以我一定會秉持 安全 不能喊架 安全不能打折 把這件工作 我們持續來努力把它做好 部長 因為我時間有限啦 因為後面還有三個問題 所以我是希望說 職業的監督 檢查 雇主等作為啦 這 這幾個面向事情 我們是不是可以再做一個 重新的一個 一個盤點 然後應該有什麼樣的一個 積極更好的作為 是不是 下個會期之前啦 能不能有更好的這樣的一個 報告給我們來做參考好不好 謝謝 那第二個就是 勞動部因為疫情 目前已經推出這個 八項的勞動的 這樣的一個方案 看你們網站還蠻 做得蠻細的 應該點進去 大家都非常清楚 這個分工 我們 我們都能夠理解 但是 這個 包含 自營作業者 或一定雇主的 以及我將近110萬人 都已經領到錢的 速度之快了 效率之 這好 這個我們肯定 但是 還有兩支的計畫 就是充電在出發的訓練 還有愛心計畫 我請問 現在 有1047家通報減少工時 有 19000名勞工受到衝擊 其中 多少人向你們申請這兩支計畫 到目前為止 我跟委員講一下 我們大概 申請充電再出發 加安心 因為這個都是緊班休息的 對 一共是632家 7372人 所以這個 加速有過五成 一點點 有 已經 60.36 一點點而已 對 勞工的生理人數 會達到四成 對不對 如果 我現在 幾班休息是兩萬一 是 現在兩萬一 所以大概三分之一 申請了 對嘛 就不到四成 這個部分 我會持續 來努力 我剛才是有聽到署長這麼講 因為後續 各部會推出相關的一些計畫 也會影響 對 都會影響 那你不能這麼回答 你回答別的文 這樣還或許 回答我是 報告委 我是覺得 其實我在內部在檢討這件事情 我是說 政府不管從企業端 從勞工端 去幫忙 這個我們都尊重 但我們現在就是針對 他不是要去選擇其他部會的方案 去協助的 我這邊 一定要努力的去把方案跟他們講清楚 希望他們進來用我們相關的協助措施 尤其 像安心計畫他根本就不用去上課 就可以去補他 減班休息錢用薪資的一半 這個部分沒有道理說勞工不要 所以我也跟署長這邊說 你一定要去能夠聯繫到接觸到勞工 讓他知道我們有這樣的一個措施 讓他能夠來接受我們的協助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我們要再持續再努力 好 拜託部長 還有署長 效率提升了 效率才會擴大 對不對 對 即便 我們自己在講的 紓困就是救急嘛 所以還有所謂的安心即時上工計畫 坦白說 都唱不夠 有的是唱不夠 有的是阿公沒人去 現在很奇怪的現狀 你們應該盤點出來就知道什麼狀態嘛 既然就是要救急啊 是啊 救急怎麼還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我們當公務員都還可以預知新資 所以我們應該是很快速的 可以讓這樣的計畫去執行才對嘛 讓更多人去受益嘛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是不是還有 更多討論的空間 修正的空間 最後 時間到 不好意思 時間到你看 好不好 我對安文就業方案 有幾個題目 可能部長可以馬上答覆我 沒辦法答覆我 就順便給我了 這四一份就已經有這個計畫去宣布了 這個目前的政策是怎麼樣 什麼時候啟動 你們會不會宣布太早一點 會不會有到的風險 會不會讓原本要有過年需求的企業 可能可以領到補助館的時候再開缺 這政策 是不是要底定說對外說明會比較好 然後補助六萬名 打算怎麼來篩選 如果一個學生一畢業就能找到工作 他這樣就不需要用到這個方案嘛 所以是什麼樣的學生 是這個方案想要協助的人 我都不清楚啦 所以我不在這裡 再來 是否有惡劣的雇主為了領取補助 裁掉老員工 轉了配合新鮮人 自身的供財源 新建的產在領最低的時候 會不會發生 然後勞動部在推述起發那時候 有沒有一定針對這個企業 是否有額外增用 額外增加僱用 要有非常明確的辨識系統 你們要怎麼做 這個案就補助十二個月嘛 對不對 這十二個月新鮮人會不會被當成短期的人力 沒習慣 又管救命的狀況會不會發生 時間到了 還有六七八點 其實很多點了 謝謝 簡單回應一下就好 來 其實我們那時候是提出 我們長期就要安穩就業 是 但是的確委員也提醒我們 推動的時機 什麼時候這很重要 對 否則會有道德風險 也會影響到 現在的一些青年人的就業 所以實際上我們是會非常注意 包括委員這些在提醒的部分 我們其實現在內部 在定案這件事情的時候 也都會討論 然後有些如果沒有想到的 我們也謝謝委員這些 意見我們可以來 更把那個內容更充實 讓更詳實的把這個 好的方案能夠真正來幫助我們的青年畢業生 請部長就做參考了 可以給我順便答覆這樣 好 可以給委員會 所以委員做參考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劉委員 我們現在請張玉梅委員 謝謝主席 我有請那個許部長 有請許部長 有請許部長 張玉仁好 部長好 我們看到勞動部呢 最近很認真啊 推出了不少的方案 謝謝 像是充電再出發 訓練計劃 減班休息補助 安心及時上工計劃等等啊 這是很多元啊 是在讚許的 那首先我還是要提這個提醒部長啊 那我們做這些呢 其實要減變相關的這個措施啦 讓我們的勞工呢 要看得到 不要看得到吃不到 要看得到也拿得到 這比較好的啊 所以呢 這樣子呢 就不會衝擊產業呢 影響勞工的權益 是 好 我最近呢 剛剛聽到那個劉委員講到說 有些這個 這個 企業是不是 巧莉這些名目啦 等等這些 我這 他講的意思是說 跟我現在講的就是 有沒有 誤會啦 像我們看到一個報 報紙寫的 就是有 2月24號 有一個公司之前的 七名員工 其中 有兩名的懷孕的員工 之前啦 因為就是說 疫情影響景氣不好 可是呢 2月26號 他又在爭財 所以就是 剛剛我剛剛講 李委員講會不會 勞員工 然後要用 新的員工這樣子 這違反一些什麼 不管性平等法等等這樣子 請問 部長 你對這個 這個 方式的解雇呢 這些現象 有什麼 想法呢 我想委員 那個要 解雇員工 依照勞基法 他一定要符合相關的規定 否則這個 解雇可能會被 不生效 還不生效 所以當然 如果是非法解雇 那這個 在 在 那個 勞基法的規範 信品 信品裡面 不生效對不對 對 不生效 所以這個 我想 企業方面 在這件 解雇的事情上 一定要非常非常的 遵守法規啦 對 這個最後你還是會回復這個原來的雇佣關係 所以沒有上班的時間 薪水要照給 工作也要讓回去 所以勞動部要去檢查啊 也要去檢查 只要我們發現這個情形 我們 會去 那個做勞檢啦 是 是 然後 林莊 那至於剛剛委員 講說 怕有些是道德風險 對 想說政府有補助啊 那我就 故意 把舊的員工換掉 然後請新的 這叫財老換新 對 那我想政府在補助企業 是覺得一定有他的政策目的 那 補助是我們的工具方法 但是是不容 企業來取巧 對我剛剛講說 對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像 安穩青年就業 或相關的補助方案 我們其實都有啦 我們在雇主的講助這部分 我們都會有注意到這個情形 所以不能這樣看 這中間新聞講說 這個資錢 員工啊等等這些 就是你這麼好的美意 不要讓我們的勞工看得到吃不到 這最重要 另外還有也是新聞上說的 就是說我們觀光業紓困的方案提到說 未踩勞動部減班休息補助方案 在減薪未達兩成就可以申請 對不對 所以有些我是聽到那個家人講說 他的公司剛好呢就這個在門檻 這兩 降低薪水兩成門檻 所以呢那些的這個補助的就反而落到企業的口袋 這樣子請問部長這個業者是不是故意曲解這個法令啊 那勞動部跟交通部因為我現在講是觀光業 跟交通部有合作嗎 要合作來知道他的觀光部 然後呢有企業是這樣做的 部長你有掌握嗎 包括委員我們現在部會之間都會有這個聯繫啦 那基本上你要適用交通部的方案 那你就是不能適用勞動部的這些檢班休息的相關 輔助方案 那剛開始因為跟委員報告啦 本來是說 你如果在兩成喔 因為那時候 他剛好到兩成門檻啊 對他剛好就可以 剛開始我是說明一下說 剛開始因為這些旅行 旅行業者受衝擊最大 所以當時候政府是有考量 因為有些業者他是說 他真的是不願意去那個讓勞工因為這樣沒有工作 但是他也沒有辦法負擔完整的薪水 所以他們可能先減兩成 那是後來政府說 企業你這麼有 這麼對勞工這麼照顧 照顧啦 還會說那你在負四層 政府負四層 讓我們勞工至少維持八成的薪水 可是後來發現說 有人就倒邊說啦 政府叫人減兩成啦 就完全曲解了政府的美意 所以報告委 其實現在交通部 他們現在就是也是要求 就是要全額不減薪 不減班 就變了就不減薪 不減薪 不減班 他才給他補助那四層 OK 所以我們碰到問題 有些企業就很巧啊 對不對 會曲解你的意思 所以至少知道 部長 你跟交通部也知道這個問題了 所以謝謝你 好 那我們看 勞動部呢 我們提到啊這個自營 我們知道另外一個紓困 就是說 自營作業或一定雇主者 有三萬元的紓困方案 對不對 那很多打零工的人啊 他是不知道加入工會的 所以 只有乖乖的講國民年金對不對 那可是呢 有些不具勞工身份 他很跳的啊 他就加入了工會 所以他加入職業工會 卻可領三萬元 造成實際上 他是沒有工作的 但是透過工會呢 他就可以拿到這個 補助金的怪現象 也就是說 目前會有虛假投保的現象 你認為怎麼處理呢 我的意思說 該要給的這個勞工 他因為打零工 沒有加入工會 但是呢 比較聰明的人 他沒有工作 他加入工會 法可領三萬 這樣子是不公平的 報告委員 是這樣子啦 那個 基本上我們不是說 以他加入工會啦 就是說 以他必須是 投保 勞保 然後是加在職業工會 因為會加入職業工會 一個都是兩種人 一個是自營作業者 一個是無一定雇主的 所以我們當初在 三萬元的這個補助的時候 就是設定條件 就是說你 有加入職業工會 你的投保金額加兩萬四 以下含兩萬四 排富 不重複領取 對 但是就像委員講的 我們的政策 其實是要照顧 大多數的 這些無一定雇主 或那個自營作業者的勞工嘛 那我也 我也 了解 不排除有些人 其實是假投保 他沒有工作 對 他就是只有投保 那這樣子呢 那這種情形 有點虛假投保 如果 如果 我們 對我們其實 勞保 勞保局都有定期在檢查 定期檢查 有沒有這樣情況 有沒有虛假投保的 就是說 他其實沒有去工作 但是他就是投保了 所以他可以領三萬喔 都有查核過啦 那比例呢 比例呢 比例 有查到多少 包委員 比例上是不高啦 不高 對 大部分的人都是有無一定雇主 或自營作業 大部分有工作 對 大部分有 我們的目的 我們定期都會做查核 我們的目的就是公平嘛 打零工的 他不知道去投保 做得要死 結果呢 現在疏困 他也沒有工作了 很多也不是不知道去投保啦 有些人就是 想說齁 因為你自營作業者 你要負擔 保費要負擔六成 政府負擔四成 他有些人就是 捨不得 他有可能是這種情形 捨不得 可是他收入不夠好 所以他會在意嘛 好 最後 我要問跟這有關的 您剛剛說 三萬這個紓困的薪資 不能到過兩萬四嘛 您剛剛說的齁 年薪也不能超過四十萬八 對不對 是是 這個是 你說的就是一個月平均三萬四的收入 可是你知道嗎 108年 全國勞動勞工經常性月入是四點四萬 也就超過你是三點四萬 那你知道這些工作的人員 其實目前這個沒有工作或者影響是很大宗嗎 因為這些人薪水要高不高要低不低 又不符合你低的三點四萬 可是他又四點四萬 請問你這樣子的人 我們有補助嗎 包括委員 我們 你剛剛講的那個平均薪資是所有的勞工喔 那 就業的勞工 他因為他現在有僱傭關係嘛 對 所以他有僱主的 僱主會給他薪水 這個沒有受影響 那職業公會這個部分他是自營作業的 低薪資本的 對他就是無一定僱主 他就是個人工作室 可是受疫情影響就沒有生意啦 沒有人會發薪水給他 對 客人也不上門啊 所以我這個三萬是針對這部分呢 在補助 可是我覺得 收入高不高低不低的人 其實也蠻多人耶 現在我們大概焦點都是在特定族群嘛 報告 我跟你說齁 我這個職業公會的無一定雇主 自營作業者的補償齁齁 我抓這個標準 因為我一個政策 我除非要全部發 可是政府資源也有限 所以我一定得有一些 基本上先這樣子 基本上條件出來 但我告訴委員 我用2萬4這個做標準 包括排富 有6乘5以上的人 都有受到我補助 所以我現在 我報告委員 排富以後 2萬4以上的有130 本來就是2萬4投保是133萬人 排富以後有122萬人 到現在已經領了118萬人 快9成 快快 已經9成5了 所以我可以告訴委員說 其實我已經照顧到 大部分 大部分的超過6成的這個勞工了 我剛剛提的是就是說 你做得不錯 我要另外提醒你就是說 收入有到這麼多的 其實並不表示這一段時間不失業 沒錯 他的公司很多失業專門的 失業有失業給付 我們有失業給付的問題 他碰到困難 應該說他也會碰到困難 就是薪水高不高低不低 減班等等這樣子 OK 好 感謝部長你有重視這些 大部分的勞工達到90多了 好 辛苦了 謝謝 謝謝張委員 我們現在請蔣萬安蔣委員 謝謝主席請許部長 請許部長 有請許部長 前委員好 部長好 日前喔 呃 我們發現勞動部用 就安基金的經費 編列 然後 來當作對付勞工的訴訟費用 喔 部長 得到外界很大的批評聲浪 喔 所以部長請教喔 所以目前這件事情 老公部的態度是什麼 呃 呃 呃 我想我們 不是用 好 就安基金來對付 老公 我想太簡化這件事情 喔 會把整個 欸 當初的整個補貼喔 等等 都整個 失焦啦 那我跟委員報告喔 當初 是因為 呃 這些國道收費的 呃 這些製救會會員 喔 在我們訂定補貼計畫發到 發了兩期之後 他們認為 要要求 更高的一個補貼 所以才來訴訟 那當時候 因為 站在這個被 呃 被 被告應訴的立場 我們必須聘請 呃 專業的律師好 來協助 呃 法院把這個 整個 呃 釐 當時候補貼計畫 他的範圍是怎麼樣 他的標準是如何 另外因為這個 我們有944名的 呃 國道收費員 那 他訴訟的 告勞動部跟行政院 是兩百七十八萬 兩百七十八位是一部分 還有六百六十幾位的勞工 收費員 他們的部分 其實 也必須透過這樣的一個訴訟 用釐清 讓他們儘速 喔 獲得這個補貼計畫的補貼 所以站在這個立場 我們當初 呃 跟委員報告 那六億喔 其實這是勞動部的交易基金出兩億 然後那個交通部兩億 遠通兩億 一共是六億 那他當時候就是 專戶 成立個專戶 然後專款專用於 國道收費員的補貼及相關事項 那所以這個負重的部分 包括律師費 包括我們會 部費都包括在裡面 部長 我就問啦 我只是問說 沒有問題 勞動部當然跟你要 這個跟國道收費員部分的 員工跟他進行相關的訴訟 我只問啦 這個訴訟費用 當然勞動部也的確需要編列預算 但是為什麼從救安基金裡面 部長 救安基金是提升勞工福祉為目的 為什麼不從公務預算編列 而你要從救安基金 報告委員 因為當時候第一個啦 所有國道收費員的補貼 跟相關的事項 那時候就是有這樣一個 一個簽 就說明了 就是 補貼跟相關事項 就是由這個 這個專戶 就是六億的專款專戶來處理 那照理說 本來是 因為當時候 這個訴訟拖了兩三年多 我來才知道說 原來律師費都沒有付給人家 去年12月底 我們 對方敗訴 我們勝訴我就趕快 除了說 這944位的國道收費員 第三幾款全數趕快發 所以發了5.4億 包括 前面積欠的律師費 跟後面 因為對方又上訴 我們也尊重他的權利 我們必須 去協助 所以我們才 當時候 所以部長 對 會計單位是 認為這律師費用 從救安基金出是對的嗎 報告委員 這個當時候 為什麼不從你們公務預算裡面編列 報告委員 因為救安基金就是要提升勞工的福祉 這樣會造成什麼 部長 勞動部竟然認為 編預算和勞工打官司 是為了要提升勞工的福祉 這讓勞工朋友情何以堪 所以部長這部分 訴訟費用 你的律師費 竟然從救安基金裡面出 為什麼不從你們相關的公務預算 報告委員 因為這一點能不能做相關的補救 未來你既然已經出了 後續你應該從公務預算 編列再回補到救安基金 這才是能夠讓勞工朋友接受的事情 報告委員 我剛是跟您做一個說明 剛剛其實 那個洪生後委員問過這件事情 所以 因為我時間很有限 部長 你要告訴我後續你要怎麼處理 我後續 報告委員 我也不會從我勞動部的公務預算出 因為各位如果都質疑說 這個 這不是提升勞工福祉 那部長你要怎麼做 報告委員你聽我說 勞動部的公務預算 每一筆預算也是要提升勞工福祉 那我完全沒有辦法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我跟委員報告 我已經 我已經跟交通部這邊商量了 這筆律師費用就由交通部來處理 好 那也可以在這邊 部長是不是具體承諾 未來 不再用任何救安基金的經費 來對付勞工 來出任何訴訟費用 報告委員 我 你 我不接受說我對付勞工這件事情 但我覺得 不要再去引起這不必要的誤會 以後我不會 再有這種 救安基金編列律師費 而一起大家爭議的情形 好 謝謝部長在這邊具體承諾 部長 因為你已經 確定要續任勞動部長了 好 那我想請教 蘇貞昌院長有沒有特別給你指示 在接下來 續任的這階段 有要具體推動的相關法案或政策 報告委員 院長征詢的時候 是沒有特別指示說 要怎麼樣 他就是希望我把目前 這些勞動部應該推動的事項 繼續的去努力把它完成 第二個 也盤點一下 這個 現在部裡面 需要 哪些就要再來 做處理的 那再跟他報告 好 所以院長沒有特別給你指示 那部長 你接下來 選擇520之後 你要推動哪些 具體的方案跟政策 我想報告委員 我們其實就是 像我們之前已經完成 這個 草案的 擬定的像我們最低工資法 職責保險單獨立法 中高齡就會專法是已經完成 但是還沒有 最近疫情的關係 本來5月1號要上路 那因為現在的 疫情關係 我們可能會延後 那這個部分 我會持續的來努力把它完成 那當然大家所關注的勞保年改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議題 好 部長你竟然都具體提到幾個方案 事實上基本工資法 職責保險單獨立法 好 這些事實上都是在上一屆 我們談了很久 但是 然後不都跳票 在上一屆最後 包括從賴清德院長到蘇貞森院長都具體承諾 最近工資法要完成立法 但最後跳票 沒關係 部長你竟然續任 最近工資法 是不是確定會繼續推動 會 進度如何 報告委員 我們現在因為整個法案是在行政院已經審查完畢了 什麼時候會送到立法院 就是等行政院院會通過 預計什麼時候 我們當然希望 這個 我當然 以我的期待 今年應該沒問題 好 我們就希望行政院趕快送進立法院 完成三讀 第二個 那職財保險單獨立法 職財保險單獨立法 這也是上一屆 這也是勞工部經驗政策 其實這些都不應該是現在 勞工部你在說 你現在接下來要推 這是本來就應該要做的 我是說把它完成 包括委員 那個職財保險單獨立法 其實那個政委那邊也都審查完畢了 那也是要繼續推動 那派遣勞工專法 有沒有要做 包括委員 派遣勞工專法這件事情 我們會繼續來努力 因為主要是委員也知道 那個派遣比例的部分 一直沒有辦法 勞資雙方能夠 好 沒關係 所以勞工部還在討論 我們再繼續努力 剛提到更重要的 勞保年間的改革 六年就要破產 所以部長 你們什麼時候要處理 報告委員我剛才講 這是序院之後必須去面對的問題 那之前其實本來已經也完成草案 但是因為各界對這樣還是有很多的意見了 所以在上一屆沒有辦法完成這個立法 但我跟委員說 因為這個整個勞工保險是國家辦的社會保險 也攸關我們的勞工的老年退休生活 所以政府一定有這個責任跟義務 去把這個制度 把它財務的改善 或者制度的穩健 我們一定要把它做好 那政府一定會 盡最後的幾部責任 讓我們的勞工安心 所以部長 有沒有可能 在蔡英文總統接下來第二任這四年 完成改革 報告委員 我們其實這個部分 我們在勞動部提出 我們相關的一些討論之後 我們也會配合我們勞保年改會 包括行政院這邊 努力來把這件事情來完成 有沒有可能 我覺得這是應該要努力的一個目標 最後部長 我還是要問一下 就是說這一次 因為疫情的關係 相關的紓困方案 因為很多年輕朋友 最近一直跟我辦公室聯繫 六月馬上畢業場要到了 我知道勞動部有推出一個 安穩青年就業計劃 但是打進來 或是跟我聯繫的這些 不管是年輕人 或是一些企業主 都反映幾個事情 第一個 部長 他們如果以為 現在你們這個方案 也就是針對雇主 如果願意雇佣年輕人 然後我們就給予每人每月 1.2萬的薪資補助 對不對 但是 初步 那時候初步規劃 初步規劃 對 初步 所以那我先問部長 確定什麼時候時事上路 報告委員 我是這樣具體的方案內容 我應該會在五月底定案 但是 五月底定案六月就要 畢業了 報告委員 因為基本上 我們這安穩青年就業 其實 要讓 畢業生 他們其實在畢業的兩三個月裡面 會先去找 工作 否則報告委員 太早提出會變成怎樣 好沒關係 我只要確定 部長你五月底確定沒有問題 好 確定相關的細部規劃 實際我們會看啊 對 然後時事上路 那我要提出第一個 他們普遍反應 因為你現在一律補助1.2萬 不分產業別 報告委員 這樣子會 沒有足夠的誘因 所以這一點 我不知道 勞動部是不是還堅持 沒有 因為很多已經在反應 這第一個問題 我先說明一下這個問題 我們其實當初是 比較rough的一個說明 但我們現在在細部討論的時候 包括補貼的金額 或者補貼的期間 我們其實會有 可能會有變化 不同的行業 包括 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其實我 接下來具體內容 不是只有補助雇主 我 也講補助我們青年 所以是會有調整 所以比方說老公有聽到外界的聲音 很好 第二個 如何認定真的這些雇主 是幫助年輕朋友 是 而不是為了拿到這個補助 而去大量聘僱年輕人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要去設定一些條件 而且 有沒有所謂的防閉機制 簡單來講 這個一定是要做的 因為很有可能會 為了拿這個補助 然後大量聘僱年輕朋友 然後一年到期 就把它解雇 對 這是一個問題 甚至很多為了拿補助 聘僱以後 壓低 用最低基本工資 兩萬三千八 對 這也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勞部有沒有想到 怎麼樣防閉 避免 他們這樣為了拿補助來聘僱 然後就 讓這個時間到 對 然後勞部有相關的因應措施嗎 我們會規劃 會有一個認定標準 會 然後會有認定標準 一定會 這防閉機制一定要做的 最後因為我時間到 剛剛前面有幾位委員講到 怎麼樣防止 坎勞補薪的問題 因為這個上次我也質詢出來 勞動部現在有具體的方案嗎 對不起您說 坎勞補薪 就是說為了聘僱補 拿補助 然後反而解雇 很多資深 老員工這樣的情形 報告委員 因為我這個方案 其實是要鼓勵 鼓勵雇主另外開缺 我們的青年畢業生 對 所以呢 是不容許他有財老換性的情形 是 那你們怎麼避免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也在規劃 會有一個方案出來 會有一個方案 對 好 我希望到時候五月底出來 這些我提出的疑點 勞動部都有聽到外界的質疑聲音 然後做一些相關細部的規劃 跟調整 好不好 好 謝謝委員 謝謝 謝謝長委員 我們現在請范園 范園園 我們還是有請許部長 請許部長 范園園好 部長早安 那個部長辛苦了 那我想首先 因為我在新聞上看到就是 勞動部今年推出16項專案勞檢 那針對部分工時的工讀生 還有外送平台會展開勞檢 所以我首先肯定我們勞動部 就有注意到疫情對非典勞工 還有對外送平台的這個勞工的影響的衝擊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相當好 謝謝委員 因為你們有這個做法 所以我就今天想問的就是跟勞檢有關的問題 那勞檢 因為我們2016年小英總統有承諾說要把勞檢員增加到1000位 那我之前的資料已經接近1000位了 可是還沒到 那但是現在的問題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有非常多的報告 從學術的到監察院的到新聞報導 都發現就是說目前的不是人數當然還沒有達到國際標準 這另外一件事 現在是說我們勞動條件檢察員 因為部長知道有兩種 一個是做安全職業衛生的 一個是做勞動條件的 勞動條件檢察員目前主要是以約聘雇為主 那約聘雇他算起來人力的話 平均每年要檢查200場 這是2018年的資料 那這造成就是說 第一個他們本身 就監察院的報告就很容易就是血汗過 先不要講血汗好了過勞 第二個約聘雇我們都知道經驗很難累積 然後工作不穩定 使得有資深有經驗的其實就很難留住他 那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 我們也看到以2018年的資料來講 各縣是處分率 處分率就是財罰率 稱之不齊 最低的連江縣 就是我們的馬祖 才1.46% 不知道他們是都達到勞動條件嗎 最高的有就是像 新北24.18 那如果把新竹足科 因為他們又是檢查不一樣的人去做 接近40% 從1.46%到40%的裁罰率 我想我們是全國多治嗎 這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到底是有人放水 有人沒放水 還是說有些縣市真的都不用被罰 做得很好都遵守勞基法 這是我的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多頭馬車標準不一致 勞動部怎麼面對 第三個也是有非常多的 從學術研究的報告 就是說我們看到 目前最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對他們太好了 就是說很多雇主 你查到他的時候 不提供出勤記錄 我們還可以開個書面通知 請他補送 這個就好像學生缺考 他應該要當場就能拿出資料 要不然我的抽查就沒有意義 那還讓他補考 補考就涉及到資料可能會造假的問題 那這個都有人報導提過了 那我們看了一下勞動檢查法 其實第13條禁止事先通知 15條本來就給雇主 你要提供相關的文件 那包含出勤記錄工資清澈 是否應開罰的話 那他不提出的話 依照勞檢法35條 就可以罰他3萬以上 15萬以下 說實在的對很多企業來講 這也是小錢 這個就跟我交通規則一樣 如果第一次違反 我還可以再重新再進行 其一次經過紅綠燈 那沒有人會違反了 你一定要立刻開罰 所以我覺得這原格來講 違反我們勞動檢查法第13條 就是說你讓他有補考的機會 就造成就是說 造假最後大家通通過乾 所以我今天想提出三個問題 我想我們勞動部 願意做專案檢查非常好 那問題是說檢查出去之後 針對勞動條件檢查的部分 能不能夠有三個 因為部長會續任 所以我們對您的期望 希望能夠把小英總統 當年的美意要落實 第一個 是不是可以提高 編制內勞檢員人數 那人事單位給你預算了 可是地方都是用約聘雇的話 那造成就是說 他沒辦法好好做 然後經驗無法累積 他本身過勞 可不可以給勞檢員充分的保障 你去檢查人家勞動條件 你自己勞動條件很差不穩定 這個是太荒謬了 第二個 可不可以檢討目前多頭馬車 各縣市處分率差異這麼的大 差到十幾倍 那勞動部的工作 就應該統一財閥標準跟流程 如果你們目前跟人家定期開會 做不到的話 那部長可以修法 我們立法院可以配合 那你的行政指導也可以清楚 那地方如果老公局不聽你的 我們就想辦法來處理好嗎 第三就是說 如何第一時間依法開法 勞檢法是國家的法令 為什麼要讓他缺考補考 如果我們今天交通規則都可以補考的話 重開一次的話 那全國都一定是亂違法 不能這樣做 要拒絕雇主 違法作弊補考 那這三個問題就是說 可以請部長回應嗎 好 謝謝委員 我想穩定這個勞檢員 願意留在這個職場 來了已經做好勞檢 這件事情我想 我是放在首要 那首要 那部長 你有做四年的話 多久可以做到 我們現在認為說 我先講 就是說其實我們現在已經在做的 就是我們本部 針對我們這些檢察人 有訂定相關的 申籤續薪機制的鼓勵措施 那對於他的那個loading負擔 我們其實也會做調整 那第二個就是針對地方的部分 因為現在地方 勞條遠他人是他用 那錢我們付 但是重點就是說 因為他要 他為什麼都要約聘的人員 因為可能會占到他的原額 那這個原物的問題 明明不解決的話 他一定是約聘固 我說實在 我其實有這樣一個想法 如果在我續任之後 我是想是不是 把這個勞檢權我就收回來 我支持部長都收回中央 因為很多的建議 政策建議都往這個方向 很多事情才能夠 政策才能夠落實 那對於這個我們勞檢員 也才會有這個實質的一個保障 所以這個部分 我是有在想法 給他公務員的正式編制 對對對 有一個正式編制 然後我有跟有人報告 其實我們對於這個檢察 裁罰率 為什麼有一點是有的 對啊 有的高達四十二十幾個都有 這一點是可能就是 離島的縣市 他的產業的規模型態等等 所以有時候 這個勞檢法是最低標準 不管他的產業了吧 對對對 但是他去檢查 或許說 他真的違法 違規的其實沒那麼嚴重 當然有些是百萬 部長您這樣講很危險 你意思是說金門馬祖 他們都遵守勞檢法 違規情況很嚴重嗎 我不是這麼講 我就說當然我們相信 不好意思 我只能說 因為這是地方的 他在施行勞檢 那他做出來採訪 我也必須尊重 當然有不時的情形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們會定期檢討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 雖然說勞檢員是 各地方約聘 但我們都是有定期的 教育訓練 但是看起來檢討沒用 因為我相信 除非一本人 去金門馬祖抽查 我不大相信 他們都會遵守 這個我也可以來專案來處理 好 再來就是說 因為那個 像剛您講的 補考這件事情 我想 我們是不容許 規避檢查的 但是實質上 操作上 他們都是 提不出資料 然後通知他 他補交這些 薪資跟報道的資料 那個馬上就會做採訪 有些如果真的是 突然 比如說 相關人資源不在 或者沒有辦法 我跟瑋瑜說 他的補考我們也不是 就像您講的 是不是有可能 造假 或變造過 這個我們不會 只單看他的書面 我們還會 去做進一步的了解 我看了一本那個 碩社論文 是說他們沒有時間 去做深入訪談了 而且訪談在現場 老跟部長講真話 所以就是不能補考 好不好 部長可不可以針對 這三個東西 您剛剛我很高興 您說要收回中央 老解員這部分 希望您的任內 是不是能夠一兩年 做到 那這三點部長 可不可以給我一個 您的檢討報告 跟做法好嗎 那多久可以給我 拜託 可以部長 檢討 檢討 因為這個屏幕比較大 是不是可以兩個 好可以兩個 沒關係有做到最好 那謝部長 我們期待您的報告 謝謝 好謝謝范委員 現在請黃秀芳 黃委員 謝謝主席 我們請部長 有請部長 有請部長 董燕好 部長好 我記得我在四月初的時候 我那時候有特別提到 就是說因為疫情的關係 那有很多的中小企業 有的可能已經在放無薪假了 那當時你有提到就是說 我們現在有提供充電在 在充電在出發的這個訓練計畫 那從我看到從四月份的這個統計 還有五月份的這個統計 申請的這個加速從四月初的38家 到五月十五號有132家 那訓練人數有這個1714位 到五月十五號是2651位 那其實我們看到就是說 減班休息的這個企業的這個加速也是很多 從三月的這個 三月底的308家 一直到五月八號的1047家 那整個減班休息的這個人數有 將近超過2萬人 那我看到就是說 你們提出來的充電 充電這個在出發的這個訓練計畫 其實跟現在減班休息的這個人數 我覺得好像會使用這個充電在出發計畫的人數 佔比差不多只有13 差不多13%左右 那其他的人呢 發委員他們有的選擇安心就業 對那如果再加安心就業的話 加安心就業大概是 差不多30% 就是差不多38%左右 沒有60.36 如果加那個我 充電跟安心都是針對那個減班休息的 是 那這兩個加起來目前是632家 7372人 所以這樣的休息廠家的加速啦 加速是達到60.36 那人數呢大概佔減班休息的三分之一強 是 你現在加安心就業 安心就業你說多少人 安心就業大概4721 4721 對 然後那個充電是2651 是 對 所以因為他們會選的有的要上課 有人說我不要上課我直接領總資補貼 是 插額補貼 是 這樣才 你說這樣多少 那佔比休息的 我說以廠家啦 廠家是佔了60.36% 因為本來一千 一千零 多少 一千零47家裡面632 所以已經是60.36 但 如果用人數來看 用人數來看現在是 全部的減班休息人數大概2萬1 那我現在是用充電債數外 跟安心的是7372 所以以人數來看是大概三成強 三成 三成多 所以那其他的呢 其他的沒有 有些 比如說包圍有幾個請問 第一個有他選擇 選擇用交通部 或經濟部 就是不減薪不裁員不減班 是 政府補他四成 是 有些是這個 有些 譬如說他已經這個 結束了 他譬如說 他這個 那個 減班休息的時間到了 或者說有的人 可能經營不下去了 他就 終止了 就歇業 這個都有可能 有些就認為說 他可能 不要實施 不要實施 譬如說 那部長 我是不是可以請教就是說 你們從 這個4月份 5月份這樣子 就是說 充電 再出發的這個訓練計畫 你到底 目前 這個 參訓的這個人數 跟你現在這個 減班休息的這個人數 其實 我們覺得說你應該可以在 對 我們繼續努力 是繼續努力 對我 或者是因為你們辦的這個計畫 是不符 這個企業 應該還好 跟他們的期待是不一樣的 有的 其實他可能是需要這個技術的更精進 那你排的這個課程 可能是一個基礎課程 我們的 他要來 用這個充電再出發 他要怎麼上課 包括講師 課程內容 都尊重他們 提出來的 不是說用我的 是 好 那現在 所以他如果像我上一次 跟總統去那個台中 一個工具機 金城 他所有的課程就是他自己 設計規劃 所以你現在 你現在他們自己提出來計畫 就只有一百多家而已嘛 對不對 一百三十二家 對啊就只有一百多家 對對對 對啊那你 以目前就是減班休息的這個企業 加速有這麼一千多家的話 那其實 還有很多的這個企業 他是沒有使用你們這個 因為他有的 就是我講他用 安心就業嘛 是 他可能沒有辦法辦訊 是 那他其實如果不想辦訊 我們 他可能上我們勞動部的 這個 的 課程 甚至我們的數位平台 你在家 在公司都可以上數位 都算喔 是 當然說有些人 他就想說 那他也不想上課 企業不想辦訊 是 那他就會選擇安心就業 我現在要提的就是說 你們在五月十五號 你們又有公告嘛 就是說 降低那個 申請的資格 對對對 所以降低申請的資格嘛 你們最主要是希望 原來是十六小時啦 是 而且發現說 其實有些 因為這個其實 充電再出發的計劃是以前就有 是 那以前因為 認為說 大概因為資源有限 所以會有綁一定的一個條件 那這次因為疫情實在是 影響的範圍 但有些就是說 他可能實施的那個 時間 兩週沒有達到這個 那我覺得這個也無所謂 只是他 只要他願意上課 願意充電 然後我們就可以協助他 有一定的薪資補貼 那我覺得就OK啦 我們希望 用各種方式 讓大家願意來使用這支計劃 好 那其實我是希望就是說 部長你們辦的這個 辦訓 其實 應該是要符合 這個 中小企業他們的期待 然後有時候你們辦的 辦訓 可能跟一般的中小企業 想要的 可能有時候會不太一樣 所以我是覺得說 你們如果在 這段期間在辦訓的話 應該也要符合 這些中小企業的期待 包括 對 好你要講 我先說明啦 我現在其實都服務到家 是 我請同仁去 我們只要知道有減班休息 是 或者將要減班休息 是 同仁就去拜訪 是 告訴他我充電再出發 你可以用安心可以用 那你們有這麼多人力可以去 有有 我們各分數我們大概 還有就 我們是 有個五個分數嘛 是 那同仁會主動去 你是不是 這個會後可以給我資料 就是說你們現在目前是拜訪幾家 因為我知道 有很多的 尤其是接國外訂單的一些中小企業 到目前為止真的是非常的慘 有的他針對 資深的員工如果可以退休的話 他會鼓勵他退休 那有的他可能就是減班休息 我知道的狀況是這樣子 所以你們有這麼多人力 直接下去輔導嗎 這個我 我們真的是做到這樣 那當然 我每週盯他們 是好 那會後你再給我資料 另外 剛剛有委員特別提到 就是說你們也有一個 安穩青年就業計畫 那我想提的就是說 大家擔心了 就有一些企業主 他會不會為了 就是領政府的這個補助 一個月 一萬兩千 那反而把這些資深的員工給資錢 這個是我們擔心的 那剛剛我也聽部長講 就是說你們會針對這個部分 可能也會有一些 防備的機制 那當然是很好 那我們希望就是說 一個政策下去 當然你們會去滾動式檢討 也會是 這個體察民情可能 你們也要到底下去了解一下 而不是一個政策下去之後 這個上游政策下游對策 這個我相信部長你也知道 就是說有一些政策 當然就像類似 我們現在的這個紓困 上游政策下游對策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說 政府的美意 到這個給所有的勞工 那我們也希望說 這個部分 真的能夠幫助到年輕人 而且 不是 將這些資深的這個員工給資錢 這個是 我們希望勞動部 未來這個政策下去之後 真正讓大家感受到就是說 真正幫助到年輕人 而且 所有資深員工 所有資深的勞工 不會因為你這個政策下去之後 受到影響 好 謝謝委員提醒 因為這個部分 的確是非常多委員在關心 那我們一定會把這個 避免他這個低薪 避免他財老換薪 我們會有相關的機制來做處理 因為那另外就是說 當然一個政策的推動 我不敢說實權實美 但一定是以大多數人的一個 這個能夠照顧到大多數人為依規 但重要的是要隨時檢討 所以我其實現在所有的蘇貫金要推出去 如果有問題 我就馬上找同仁來修 就是像上一次安心立即上工 後來報到的部分 非典型勞工沒有那麼多 我就把民的開放 讓更多人能夠進來 像中內在出發那個時速 我們把它檢討把它降低 不要這個門檻 我們都會滾動檢討 好 謝謝委員的提醒 謝謝 好 謝謝黃委員 謝謝部長 接下來請邱寫志委員 小王角所剩下 往後會 主席 我請部長 請部長 好 邱文明 Volt 部長早 部長我剛聽到這個委員 這個您 這個您跟這些委員的尋討 我有一点不解了 你說 這個就議案定 基金編列這些訴訟費用 然後在這個國道收費員的案件 是因為這些國道收費員來告勞動部 所以你要請律師嘛 對不對 但是我就不懂啊 我國的刑事訴訟法 有強制律師代理嗎 我這一題就非常簡單 報告委員 不是刑事訴訟法 行政訴訟法 這個是行政訴訟法 行政訴訟法沒有 對啊 但是報告委員 你也是律師嘛 對啊 所以你也是律師 所以我覺得非常奇怪啊 我怎麼會這樣答 不是 報告委員 我的意思是說 我會請專業的律師 來協助法院 但是又沒有強制律師代理 那我問你 在官場工人案啊 王如選主委 這個花了2056萬 請了80個律師在告 這一些官場工人嘛 對不對 那你覺得這樣妥當嗎 官場工人案的時候 2013年啊 對啊 這些工人又老又病又窮 然後老委會 這個花了2056萬 然後請了80個律師 然後他的說法跟你一樣 一模一樣 不是 他的說法是說 好那我們就要讓法院來解決 真是太好了 報告委員 你有時候就說這個工人 因為我都請你輸不 委員 你請我聽我講一下 這兩個案沒太想 對 他前面那個案是 這個原來老委會去 我知道 因為我就是被告的律師嘛 對不對 好那我問你一題啦 我這件事被動因素 那幫我 那我被動因素嘛 我想你不要把 我的意思說 沒關係 不是說法律沒有規定 好部長 所以當初 即便在王魯璇的時代 北高省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時候 他在應訴的時候 他在處理這個案件的時候 是由老委會 當時的老委會 的職訊局的法務主任 去處理的 那我現在請問部長啊 為什麼這個案件 不能夠用49條 第二項第三款 中央或 這個地方機關 他規定非常清楚啊 辦理法治法務的人員 他本來就可以當訴訟代理人啊 那你為什麼要去發這個訴訟會用 對啊 我不懂 報告委員啊 對 當時候 這個 跟這些自救會會員 在北高行訴訟的時候 我還沒有來 對啊 但是問題是 你現在在編就業安定基金 聽我說嘛 但是 他們 當時候的勞動部 那你跟人家回答說 因為我要請律師 天啊 49條就規定了 你自己的法務主任 都可以出去了 49條規定並不是說 我只能叫同仁居所 我知道啊 去訴應訴 不能請律師啊 我現在是要告訴你說 第一個 當時候 我還沒來 但我想 當時候勞動部會為請律師 一定有他的考量 認為說應該要專業來協助 因為其實我們都在法庭 進行過訴訟活動嘛 對啊 你是非常專業的啊 所以你也非常清楚嘛 如果有律師協助 對 那是你站在勞動部的立場 天啊 你現在是要幫助勞工耶 那你有沒有想到 這些國道收費員有沒有律師 你有想到嗎 國道收費員有沒有律師 他們有喔 沒有 這是義務律師啊 天啊 部長 你這個借委安定基金 這是 這是包括 像這一些 邱柏欽律師 吳俊達律師 劉濟衛律師 跆拳會會長 周宇修律師 沒半毛錢 花了五年 去讓你這個 花這些勞動部 這個納稅人的錢 他們沒有領半毛錢耶 部長 我聽到 我看到你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以為你是要去補助這些 為了這些勞工 打拚的律師耶 你是律師 我是律師 大家都非常清楚 這些人 是不是沒有領半毛錢 你現在跟他說 俄國道收費員 有律師啊 那是這些熱血的 青年律師去幫忙的 那你沒有給他們 有沒有付費是另外一回事啦 你拿國家的錢用就要安定基金 然後去委任這些律師 而且 這是要 讓我原來的補貼計畫 對 已經 已經是發了兩期的款 後面他們 後面他們不同意原來的計畫 才來告我們 我跟你講 那我們 這一個問題啦 有專業律師來協助法 沒有啊 你如果要講的話 很奇怪啊 這個人家也不是不懂啊 在8月16號的時候 在8月16號的時候就是 做成了這樣的這個決定嘛 然後蔡總統在這一天的時候也說 國道收費員的問題的解決 是政黨輪替的意義 那你有去瞭解說 當初誰有簽名 政務委員林萬億 跟當時的勞動部長 郭部長都簽名了嘛 所以人家覺得你們很奇怪啊 有什麼說好的事情 然後你要去反悔 然後你現在才說 喔 那我們來行政訴訟 來解決這個紛爭 這個法院都做過判斷了 我想我們只是把原本的事實 呈現 對 後由專業律師 我跟你講嘛 部長你非常清楚嘛 你自己輸嘛 我國的行政訴訟 機關勝訴率多少 90耶 對啊 用這個勝訴率來 來把這件事情 好 那我現在就要問你嘛 你剛剛講說 也是曾說 我問你 你現在意思說 你也是 好 那我問你嘛 這一件的被告 有誰 你剛剛說 是交通部要來出這個錢嗎 行政院跟勞動部啊 那你現在說 啊 你要繼續請你輸 我就聽不明白啊 為什麼你回答其他委員是說 交通部要來出這個錢 你要去交通部出這個錢 交通部又不是被告 勞動部才是被告啊 那我就搞不懂啊 你有沒有 你可能沒有聽清楚我的意思喔 對啊 我們有6億的 捐款專戶 對 就是專款專要來解決 國道收費員的補貼 還有相關事項 對 這2億 勞動部就案出2億 交通部2億 遠通2億 那你現在 另外你聽我講完嘛 好 70萬的律師費 基本上是要從這6億來出 所以 只是當時候 因為我們原來 他告的是勞動部 我問你啦 我們的會計出說 對現在啊 應該就是回歸到 原來的就案叫我們再提案 好 你那你聽我講嘛 那我認為說 如果大家對這件事情 故意把它曲解 沒有關係 那我問你 我認為不要因為這件事情去 混淆去 不是問了嘛 我認為 刑事實用法49條 就規定說 你可以機關派自己的法務出去了 你還是要堅持請律師 然後讓交通部去出嗎 這個邏輯包括委員 對 你是律師耶 你是律師啊 所以我就問你刑事實用法49條的規定 有什麼時候 你不能夠 非得要去請律師不可嘛 那個法條並沒有禁止 公委委員請律師嘛 你70萬啦 對不對 裡面有包括裁判費嗎 它是什麼費用 它什麼費用啊 問一下 70萬是什麼費用 我就看沒有啊 高院跟最高法院喔 行政訴訟的裁判費多少 部長 行政訴訟的裁判費 它這個官司一審打了兩年多耶 對啊 所以是律師費用嘛 律師費 到底是什麼費用啦 啊就律師費啊 對啊 啊有沒有包括它的訴訟費用 所以你都沒有包括訴訟費用 你們都動作想說 我哪有跟你講訴訟費用 對啊 我跟你說律師費 至始至終我沒有否認 70萬是律師費啊 你這個 在這個籌金裡面啊 對不對 專來代抽的這個籌金 就是70萬嘛 對不對 二審 好那你現在 你現在解決的方式就是 就是說 你還是要聘請律師啦 是不是 你還是要聘請律師 即便 在北高行 蛤 啊你認為我們不能請律師是不是 我沒有說啊 但是我要說清楚啊 依照行政訴訟法 49條的規定嘛 那一條也沒有 也沒有禁止 郭文貴官被告 所以你也認為說 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就是委任律師 然後 我認為 一定要請律師 雙方透由律師 專業來解決 王魯璇就是跟你一樣這樣講嘛 我剛才就跟你講了啊 本來事實就這樣講 花了兩千多萬去狀告 所以這幾年來也沒進步吧 花了兩千多萬去狀告 又老又病又窮的官長工人的時候 王魯璇怎麼講 跟你講法一模一樣 我沒有告勞工 對啊 所以講法一模一樣嘛 你不知道是在挑剔這件事情啊 所以你的說法也是一樣 我追比費用 你在跟勞工進行訴訟 你在跟勞工進行訴訟嘛 對不對 好 時間已經過很久了好不好 兩大律師是不是 暫時可以休息一下 好不好 不好意思啦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來接下來請楊琼瑩委員 來宣答 現在再說 你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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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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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我把口罩脫下來吧 好久 都一直戴口罩 我們希望疫情趕快過 主席 我想邀請 部長 護護部長 熱心冷一下 不會不會不會 沒有這麼激動過 我覺得我 好好 我沒有問你這個問題 我沒有問你這個問題 不要占我的時間 好 謝謝 我想請教 520 要到了 部長你留任吧 是 好 先恭喜你 謝謝 那我們就繼續來討論議題 好 充電再出發 剛剛我們聽到的數字 減班休息的部分 我們所有到目前為止 你們大概 是60點多person 六成左右 那有一點成果 但是我個人認為 我們還可以再精進 那在這個精進當中呢 減班來休息 佔你60點多person 是只有大概 30%左右 30% 那換句話說 我覺得我們的企業跟勞工 真的很勇敢 我們仍就希望可以維持正常版 那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這個減班再休息 我們應該到了某一個程度 可以拿出來討論 似乎個人認為 本事認為 減班再休息 並不是 我們目前的企業跟勞工 他希望的 因為真的 口袋 口袋那塊房子 很辛苦 所以呢 我們希望 而且數字很清楚告訴我們 大家不希望如此 只佔1分之1 到目前為止 那所以大量的3分之2的部分 我們再來做檢討 也就是說 我們的充電在出發的升級版的2.0 本期看到很多的這個老闆 有因為以往過去就是低心來爆嘛 那因為我們還有要提拨 老闆要提拨這個6%的原因 所以跟勞工講好 重一點點 那大家可以度過這個難關 大家都可以上班 很多的老闆他不是為了省錢 而是希望 所有的員工都不要裁員 大家去度過這個 這個 疫情之前 大家都可以上班 那沒想到 又碰到了疫情 所以碰到了疫情之後呢 我們有兩項勞工在申請 也就是第一個 他的那個薪資低暴 所以導致這個勞工 沒有辦法去申請索困 這是第一個 那我也聽到 我們的勞動部也貼心 說沒關係啦 企業主請你們正式爆出來 我不會去追究 可是部長 這樣子的說法 勞工不會 這個企業主不會怕嗎 不可能 不可能 這是第一個 所以 我們的政策下去的時候 的確我們就是要紓困幫助勞工 我們站在勞工這邊 那的確他拿不到 這個紓困的協助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去調整 如果光光只有說 我不會把你們翻 這個 舊帳 儘管你報上來 可是人家不敢報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十萬塊的 這個部分 十萬塊的部分 我們聯繫的 35家的銀行 包括信用部 包括合作社 大家一起來協助 但是成效呢 因為現在 也有銀行說 你如果要報 我因為信用來報 我也怕我銀行會倒啊 我的貸賬多啊 所以他告訴 這個勞工怎麼說呢 沒關係 你先去借十萬 把它先存在裡面 我看到你的信用是高的 所以我才貸款給你 但是部長 你非常的佛心 今天如果我這個勞工有十萬 就不用來貸 對 你大聲一點說 如果有十萬 就不用來貸了嘛 對不對 所以 我希望的 因為 你必須要跟財主單位 銀行團 去說 那但是 到目前為止 還是這樣的事件成出 所以以上針對這兩項 請你做說明 好 我先講後面這個部分 就是那個 有關於貸款的時候 那麼 說有 有那個 行員要人家 去借十萬存存 對 這完全是不對的 對啊 不對但是它在產生啊 怎麼辦 沒關係 我之前已經有這樣的案子 反應我 我馬上處理 怎麼處理 我們跟銀行 跟銀行通知 這不符合我們的規範啊 對啊 所以我要 所以我要 我們沒有這個 說要你去借十萬存 可是銀行執行者啊 對 這個我們已經都溝通過了 報告委員 我們隨時 我們都跟 這個事情我們跟總行講過了 我們現在 跟總行講底下 底下分行他 他不知道這麼做啊 不會 所以我們是 將明月拿出來檢討啊 報告委員 你給我銀行 我來處理 這件事情我已經處理過了 我們 我們司長 部長 我覺得 如果有只有一個個案 就處理那個個案 你也處理不了 所以本期具體建議 給你建議 請你再跟 因為現在無薪假 越來越多 我中部地區非常多 我們再重新再發一次文 再重申好不好 對 我甚至 這個是一個 非常好 你甚至可以邀請銀行團 財主單位金管會 一起來開個記者會 說我們10萬塊就是要協助你們勞工 銀行絕對不會要你們 去信用提高 我才讓你帶 你正是一個記者會 就不能尬嘛 對不對 不然每一個銀行他也要想要顧我自己的 自己的安全 報告委員 現在喔 我們是10層的保證 信保是10層保證 對啊 就是因為這樣子啊 那是非常好帶的 10層保證還這樣子 那就怎麼辦 所以我公主席 剛開始有些 因為他們走 人會怕 對啊 我們已經有3000加分行 在辦我們這個業務 有些可能剛開始 是剛開始時是可能底下的人 弄不清楚 後來我們發現這個個案 我們也跟全部的總房再說一次 對啊 所以報告委員到現在為止 你就不用怕 我們人家一百萬一百 現在報告委員 現在已經核定30萬了 不夠啊 不夠啊 我們本來50萬要賺到100萬 對啊 因為從剛開始的時候 對不起我差你的話 從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勞工作工額度不夠 再執行下去 發覺各銀行的方式不一 接下來我們認為不夠 我們趕快要求再放寬 您也非常的佛心 50萬 50萬再下去的時候 因為我們要超前部署 到目前為止 中部地區 我不知道其他區怎麼樣 我想都差不多啦 無薪價陸續一直出來 所以換句話說 需要紓困的勞工是越來越多 所以我們現在再要求50萬不夠 額度不夠 你們再放寬到100萬 這是真正的佛心在協助我們的勞工 既然有這麼好的政策 就要讓我們的勞工真正拿到 好 所以請你再跟財主單位 再講清楚好不好 沒問題 我們來做 這個真的非常重要 所以 減班休息導致這個減損為依據 但是怎麼樣申請 以及審查的標準 我認為到目前為止還不是很清楚 因為我相信以你的能力 到目前為止 我們所提出的申請只有六成 你絕對不滿意 我不滿意 對 你一定不滿意 不要說我不滿意 你也一定不滿意 你也是行動派的嘛 對不對 所以 我認為你們的申請方式 是不是簡化再給它說明清楚 讓大家都不用怕 切主不用怕 勞工不用怕 那人家不用怕 趕快放貸 讓他們能夠好好的 來度過這個難關嘛 好嗎 因為現在的經濟 才開始要往下滑 好 就像說的 現在是打勾勾的經濟型態耶 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所以拜託我們的這個 這個部長 我相信 我說你佛心 我也說你是行動派 我認可 所以我們一起 為我們的勞工跟企業主 來度過這個難關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楊委員 謝謝部長 中午 開會時間處理 跟各位報告 我們 到 十二點半左右 就休息到 下午一點再繼續開始 那可能會到楊委員 這邊跟 委員會做一個報告 接下來請西伊鳳委員 來做尋答 主席好 我想要請我們部長 來有請部長 謝委員好 部長早安 我想要請問一下 我是根據你們書面的報告 出來的 就是你們自己統計的 就是勞固雙方協定休假的 就是所謂的無薪假的 人數是一萬八千八百四十人嗎 那扣掉你們紓困的報告 裡面有七千三百多人 就是兩千六百多是充電在出發 然後有四千多的那個 五薪假的補助 那總共是七千多人 那還有一萬多個勞工 是沒有受到這些幫助的 那這些勞動部你們是要 你們是目前是怎麼樣子來協助 還是你們怎麼樣子 可以再幫助這一萬多個勞工 我們現在就是針對這些 因為為什麼他不來參加 如果有很多原因 譬如說雖然通報這麼多人 那有些他認為說 他可能還在考慮 他要是不是要用經濟部 交通部的方案 因為那個就是 你不減薪不裁員 對如果 他要選擇那個 那我們到時候就尊重他 因為他們可能認為比較有力 可是如果要裁 就是用經濟部或者交通部的 他們都必須要不減薪不裁員 會是不能放那個無薪假 是 那可是你的這個一千八百 一萬八千多個 這個是到兩萬一了 到上禮拜五兩萬一了 那是放無薪假的勞工嗎 對 到上個禮拜我的統計數字是兩萬一 對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說 像我剛剛跟委員講的 我們現在大概是加速 大概是六成 人數大概是三成多 那這些就是他減班休息 他有選擇充電在出發 有的選擇安心就業 可是就像我剛剛還沒有跟您講 我就說有些如果他是要去選擇 再考慮要選擇經濟部 那沒有關係我們尊重他 另外有的是怎麼樣 他可能這個減班休息時間快到了 或者他就沒有辦法再繼續實施 可能要歇業或等等 他也不會來參加這個 那我們現在很重要 所以目前有一萬多個是 有可能要歇業了 對 是準備要歇業 那所以他們會去考量 但我們針對有意願的 我們現在就是針對有意願 因為我們有機制在這裡 那他願不願來使用 所以這一萬多個有可能會變成 不是無薪假的勞工 而是失業的人口 這個也是會未來 假設他假設沒有辦法撐下去 也有可能 就是說雇主他都有他的考量 那我們當然會告訴他 當然你現在減班休息 那我們其實有哪些機制 除了勞動部以外 其實各部會也有這些機制可以幫忙 其實現在只要減班休息 勞動部會主動去關心 經濟部也會去關心 就是大家從 經濟部從企業端 那我從勞工端跟企業端去幫忙 對 因為在彰化其實有很多 很多的中小企業還有企業 他們是接外國的單 那現在目前外國因為他們的失業 人口也非常的高 然後會導致整體的消費的 就是消費市場 然後導致我們現在 我們的製造業沒有訂單可以接 那產生了這一連串的現象 我覺得勞動部應該要去 主動的去協調各部會 共同來處理這個問題 我現在是都一一去拜訪 地方政府收到減班休息的通報 他同時會一份給我們各分署 各分署一接到就馬上會進場 關懷輔導告訴他們有哪些機制 甚至有些 比如說比較大的企業不是報紙 都說某個企業準備要減班 還沒有實施 我們就過去了 而且有一企業他說 那他等於6月1號要開始 實施減班休息 他會來用我們的充電 用我們的安心 那我跟委員報告 我的目標是這樣 就是說 我這些減班休息的人 除非他沒有意願 那只要有意願的 我希望一個都不要漏 尤其是怎樣 充電再出發 可能會牽涉到7月 願不願意辦訓 或者勞工願不願意上課 這還有一個問題 但安心就業的部分 是不需要上課 我就給你薪資插耳補貼 一半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不肯勞工說 我有補貼我不去領的 當然 還有一些部分 可能勞工不曉得 或者人資沒有把這些東西給他們 那我就是想辦法叫 我現在連那個通報的協議書 都要他們把勞工的資料要寫 那如果 部長其實我上次 你們次長在經濟委員會的時候 我就有問過他喔 其實這樣子一連串全球的經濟的下滑 如果影響到導致說 我們現在目前的這些無薪假的員工 最後變成這一萬多個變成失業的人口的時候 那我們要怎麼處理喔 你有沒有想過 包括委員我們其實 我們都盡量啦 希望在這一段疫情期間 所有的勞工關係 盡量都是能夠穩住 所以寧可讓他減半休息 都不要掉到失業這一塊 那真的沒有辦法 有些企業真的假設撐不下去 其實失業之後 假設變成失業勞工 我們本來就有失業勞工的機制 來可以幫忙他 那所以我其實現在的重點就是 疫情這個總之會過去 但是經濟或就業難免會因為整個疫情受影響 所以我們是想辦法穩住他的勞固關係 那真的讓我們勞動部的腳步再快一點 好不好 因為雖然說 你說到你們有到廠去協助各個廠家 然後協助整整體的勞工的勞固關係等等的 可是必須我們不能只看報紙 還有非常多的中小企業 他不會上報紙 可是他們也面臨到目前 也有很多這樣子的問題 那我希望勞動部都可以幫忙協助處理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委員 謝謝部長 接下來請陳嘉華老師 陳嘉華委員來做尋打 叫冠希 謝謝主席 好 請那個部長 來請部長 部長恭喜 陳委好謝謝 剛剛是我看到進立法院以來 你這個最激動的一次 不好意思 我要請教部長 那個針對那個沒有職業工會納保的 有勞保的這些兩萬市以下的 現在他們怎麼申請紓困 沒有勞保的 對 有勞保但是沒有納入職業工會 沒有納入職業工會 對 之前本席有那個提案就是 這大約十萬多一些人 這邊也能夠納入一個月一萬 三個月三萬 結果你們不同意 結果你們不同意 結果整個都歸到 有勞保嗎 那有勞保應該是有受雇關係 但是沒有加入職業工會 他們就不能夠領一個月一萬 三個月三萬 對 所以那個部分現在怎麼處理 我們職業工會那部分的補貼 我說沒有職業工會 對 那個是針對無一定雇主 如果你是有勞保有雇主 這個就沒有 就是說 你沒有納入嘛對不對 沒有沒有 你沒有納入所以全部都趕到衛福部去了 那衛福部那邊的納入 沒有 衛福部那邊是有工作事實沒有勞保 不一樣喔 我的意思是說你沒有職業工會納保 那個人沒有 就是個人的納保在2萬4以下的這個部分 勞動部沒有處理納困 結果 很多人就趕到衛福部 導致衛福部那邊手忙腳亂 結果 讓蘇院長這個防疫及格 然後納困不及格 我是在這裡順便還是提醒部長 就是說因為這個納困的這個問題 如果說這些本來有勞保的人 雖然沒有加入職業工會 如果你能夠當初在政策的擬定 就把他們一併納進來 我想這個部分對行政團行政院團隊還是一個 不會造成這個扣分的現象 這個部分再提醒 那另外剛剛那個邱委員有提到這個 國道收費員的部分 那請問部長這個部分的這個 70萬元的這個部分 刪除這個部長同意嗎 要去告這個國道收費員的這個 你們編在這個 這個這個所謂的救援安定基金裡面 我看到包委員 救援安定基金 我跟妳說包委員 我剛才已經在這邊承諾過 我不會從救援基金去支這一筆錢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訊息出來 讓大家對勞動部的這個部分非常的不滿 對 包包委員我必須說明 原來是沒有錯 有編 這個案有編 對 那為什麼會提這個案 我就是一直在 因為這件事情就不容易說清楚 因為大家都很簡化 我剛剛其實要跟委員說明的是說 這個我們當初有一個六億 兩億的救安 兩億交通部出 兩億那個遠通出 是六億 這六億是針對國道收費員 他因為整個收費機制改變 那有些人就被大量解僱的人 政府 所以妳因為時間有限 我也不想拖太多時間 妳現在願意把那個 告勞工的這個部分刪掉了是嗎 不是 我現在就是說 這個律師費是因為已經 已經人家打完官司 或者已經委任的 這個要必須付 只是說 當時候 因為本來救援基金就是 但是現在問題是說 妳要付妳為什麼編在救援基金裡面 這個是大家非常不諒解的部分 因為這個部分原來的專戶 這包括這個救援基金就是 為了補貼國道收費員 還有包括相關事項 這屬於相關事項 請部長未來還是要審慎的去 去了解清楚以後不要再 讓這種事情發生了 我想不要再讓這些事情造成大家 對 妳要很小心 對 所以我才說 我會從 我已經跟交通部這邊商量說 因為這件事情本來就是要解決 他們國道收費 所以交通部這邊 就從他那兩億 來支付這個 那我了解了 那我們再看下面 現在有一些受虐的同工 我們從台上盟的調查 有11%同工是工地的黑工 那他們呢 已經變成紓困最弱勢的這個部分 那是不是請勞動部可以參考 外勞的檢舉基金成立 檢舉虐待同工的獎金 這是一個 那另外針對外籍勞工的這個 外籍移工的這個部分 像那個很多這個仿視紀錄 現在是不是因為疫情或者是 有的從2016年之後都沒有仿視了 所以是不是請勞動部要修正 執行外籍勞工業務管理 仿查實施的這個辦法 然後 應禁送地方政府的一些移工的這個管理 也要包含地方政府消防處 然後來方便建立列管的一些 可能會發生危險的這個部分 好 那部長回答一下 好 這個部分我們資料會接一接來處理 可以啦 這個比較容易 那最後就是有一些違反勞基法的業者 要公布資訊加重罰則 這個部分呢 就是我們知道有一些全聯啊 聯權通運還有 蝶戀花等等 這些有財閥的這些 這種累販都會加重啦 對 那這個部分也請勞動部要注意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陳委員 謝謝部長 接下來請陳寅委員來做選打 好 謝謝主席 我們先請 應該今天先找個工作比較認真 態度比較好的人先上來 暖暖科長有在現場嗎 暖暖科長 好 好 來 你先 還沒有上來過齁 工作認真 態度良好 很好 委員會補充報告一下齁 就是開會時間跟各位再做一個更正 我們楊委員尋打結束完之後 休息到下午兩點才繼續開始齁 以上報告 謝謝 謝謝 不好意思齁 好 科長好齁 是委員好 不要緊張 是 我會很友善的跟你請教齁 請問你現在在勞動部的哪個單位 我在勞工保險局 好 勞工保險局 那 你胸前佩戴的那一張是什麼 是我們勞工保險局的識別證 好 那請問你的識別證有什麼樣的功能 簡短 就是 方便進去嗎 便是我是勞工員工 跟方便進出勞工局跟勞工部相關單位 那你們勞工部裡面有多少人有這一張識別證 應該每個人都有 每個人都有齁 好 謝謝你請回 謝謝齁 謝謝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請周署長 請署長 署長好 委員好 本席今天想利用這些幾分鐘的時間 來跟你討論一下這個勞動檢查法的修訂 那在這個執法上有些問題要請教你 首先齁 全國的這個勞動檢查員 包括經濟部科技部的這個所屬 那大約有多少人 還有這個沒有補齊的職缺大約有多少人 各位報告我們現在全國的檢查員 編制員是一千人 安全衛生是有663名 勞運條件是337名 目前的在職率大概是9成5左右 所以有一些流動率 所以剛好一千嗎 原額是一千而已沒有錯 原額是 那所以還你說還缺多少 目前是缺五六十個人 好謝謝 那那個檢查員裡面 有屬於正式國家考試通過的有多少人 以及你的約聘雇的大概有多少人 跟委員報告我們 用公務員任用條例任用資格的原額是 我有犯過大概是五百五十名左右 五百六 那聘用的部分 用聘用條例聘用應該是 四百五十九人 所以差不多六比四 但是 五乘五比四乘五 五乘五比四乘五 好 那是不是負責這個職業安全衛生檢查的 大部分是正式的公務人員 目前六百六三個原額的安全衛生檢查員 有一百三十四是聘用的 也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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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大部分嘛 我說大部分是正式的公務人員 是的 那負責勞動條件檢查的 那就大部分是 多數是這個約聘雇人員 是的沒有錯 好 那署長我再請教你 這個勞動檢查法的各個條文 對於不同身份資格類別的這個檢查員 有沒有差別待遇 或者是在執行 在執行職務上的一些限制 對不起委員我太清楚 您講差別待遇是指 就是說 就是說 比如說他是正式 他是約聘雇的 跟這個正式的這個公務人員 好 那在做這個勞動 檢查的時候 他的有沒有什麼樣的 如果是執行一樣的業務 應該是執行的工作是一樣 如果是聲簽的部分 確實因為他是 是 那執行 執行 好 聲簽就有差別 那執行任務的時候是 是一樣的 是的 好 那 在你們勞動檢查法的這個 這個條文 對於勞動檢查員所賦予的這個 你剛剛講權利義務規範 都是一樣嗎 是 他必須要遵守勞檢查法規定 好 那是不是 所有的這個勞動檢查員 都有勞動檢查證 還是說現在 還有勞動檢查員 拿著跟暖暖科長一樣的那個識別證 在執行勞動檢查業務的 我希望署長你要很認真很誠實的來 答覆這個問題 我跟委員報告 勞動條件檢查員 我們是補助人力給地方政府來聘用 他是用勞基法來檢查 確實 沒有依照我們勞檢法給予這個勞動檢查證 不過地方政府依照他的權責 要勞基法來做執行 應該是合理可行的 是這樣子嗎 好 所以那根本是連你們勞動部那張識別證 都不用帶了 如果按照你這種說法 好 那以前 你們直安署所禁用的這個 這些勞條大軍裡面 是不是有訓練 一週 過去有沒有就只訓練一週 就開始去執行這個勞檢查的業務 跟委員報告 勞動條件檢查員 我們有跟他做執行的訓練 然後剛剛的執行時候 有請支持檢查員帶著新的檢查員去做執行 因為 平安勞條件應該有三四年多了 所以我一直在檢查 問題很簡單 有沒有 你如果不清楚 你如果說好你比較晚來 你問你旁邊的還是誰來支援你一下 過去職安署所禁用的勞條大軍裡面 是不是有只訓練一週就上路的 有沒有 我等一下 我會這樣問你就是一定有啦 報告委員 我們其實禁用的這個 譬如警察員 他都是勞工法律社工 他其實本人就有勞動法的那個 的那個的知識 那當然我們訓練的長短 我們會依照工作的 那個 的情形 我們會一直來做檢討 是 你等一下要不要去回頭去看看 你們自己的那個辦法 怎麼規定的 我們 怎麼因為這個問題 我過去我質詢過 然後我糾正過 所以後來你們一週改成兩週 但是基本是150個小時跑不掉 兩週欸 是不是都不要休息150個小時 所以150個小時 還要有60場 60場的這個術科的訓練 你兩週 你能夠消化所有的訓練嗎 所以即便過去曾經有一週就上路 現在改成有兩週就上路 有兩週就上路 也都有問題啦 謝謝委員指教 就是真的批用檢察員的訓練跟職能 不然我們會再做檢討就改善 好這個你要特別注意 因為這個也是大有問題 來我再請教署長 這些當時所招聘的人員 在執行檢察業務的時候 是不是拿著識別證在檢察的 是的 好那這些人都還在嗎 還是他們都已經通過了正式檢察員的訓練 依照我們那個 那個 我們定的辦法裡面 他是通過我們訓練繼續在執行工作 好那你告訴我 現在還有多少人拿著識別證在執行老檢業務 委員現在沒有這個資料 但是有對不對 是 好那你要回去查一下 我之所以這樣子問署長 好重點 好 那是不是說 所有現在的檢察員都依據 勞動檢察證 在執行業務 好 那是因為好 我們 這一次的修法 並沒有討論到勞檢法第十六條 好那 署長你知道第十六條的條文是什麼嗎 我手邊有帶著法條 第十六條是 呃 勞動檢察員 勞動檢察員 是 在過去陳雄文部長那個時代 好 我們那個 我們會再檢討 因為這個 這個法律是定了二十幾年齁 其實我們 現行部檢察員 在執行的時候 好你講到重點 沒錯 我知道喔 申請檢察官 這個簽發搜索票 還有 依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的兩大前提喔 好 但是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就是 第一喔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 一百二十八條第三項 搜索票是法官 是法官簽發的 不再是檢察官 好這個請署長你特別注意 那根據第一百二十八條之一 司法警察官在報請前要先進過檢察官許可 才可以向法官申請 所以 還有喔 就是這次你們職安署 完全沒有提出修訂 那很清楚的顯示喔 這條法律 你們根本就沒有執行過嘛 你剛剛又提說 這二十幾年來怎麼樣怎麼樣 好 那所以 你們才會完全的不知道 忘了利用這次招委安排的機會 趕快修訂 你們也沒有跟趙薇講 好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 簡報喔 你們明明知道這個勞動檢察法 有第十六條的權利 但是卻沒有在足夠訓練的情形之下 輕易的賦予拿著識別證 就像剛剛軟軟科長那一張識別證 的勞條大軍 擁有準司法警察的執行搜索扣押的權利 這是很嚴重的事情 所以本期要在這裡嚴正的譴責你們指安署 雖然你們自己忘了第十六條的權利 但是請你們不要忘記喔 有可能新就任的這些檢察員 不排除利用這個條文去恐嚇 威脅被檢查的事業單位 如果過去都沒有使用這個職權 也恰好證明說你們自己根本就不在乎 國家賦予你們這樣的一個權利 甚至你們根本就不需要 不想要這個職權 所以才讓國家曝露在這樣的一個執法風險裡面 那我還記得喔 當時我們在 對於這個週休二日的修法過程 許多受訓一週兩週的這個勞動檢察員 在落實法令保障勞工的口號之下 已經造成許多的民怨喔 那甚至美國跟歐洲的商會喔 都向行政院反應這個勞檢的這個擔憂 所以指的我們要趕快有宣導期輔導期的調整 甚至還有做微型期的檢查 來演你這個行政指引喔 那我們看一下那個簡報 就是我還記得喔 在這個勞動檢查的這些有很多很多的問題喔 特別是像這個勞資爭議案件 在2017年就暴增到2.7萬多件 是史上最高 勞檢冤案處分撤銷到6.28% 如果再加上 再加上這些 沒有 你說拿這個識別證就去給人家檢查 如果人家人家在申訴的話 恐怕這個數字就不只這個樣子了 所以我覺得 即便 劉署長 前劉署長 現在還可以很安穩的 在研究所做著所長的位置 但是不代表你州署長 就可以雲淡風輕忘記這些事情 所以 最後我對於 我們部長好 願意繼續來承擔勞動部這個重責大任好 表示最深的敬意 恭喜我不敢講 因為這個是苦差事啦 所以我希望 本期今天講的事情非常嚴重 我希望部長可以好好去了解 好在您還沒有就任以前 的這些勞動檢查 是怎麼樣在運作的 都要好好的檢討 那是怎麼樣清呼勞動檢查權 這部很重要的法案 要怎麼樣被扭曲 我都需要在您的任內 可以趕快去修訂 好趕快去修正 謝謝 好謝謝陳委 謝謝署長 接下來請鄭天才委員 來做選打 好 好主席 我們陳委員 還有我們請勞動部部長 請部長 陳委員好 部長好 這個繼續就任 還是要恭喜了 謝謝 畢竟是勞動部 這個表示你過去 這個所做的 受到肯定才會繼續做 謝謝 這個 紓困 我們之所以會發生紓困之亂 紓困之亂 當然不是直接你引起的 但是是間接 這個因為很多都是 我們都知道 在我們國家的體制 軍保 公保 勞保 農保 農保 接下來就是國保 對不對 如果軍工叫勞農 就相關的部會去主責 之外 就是國保 國保裡面當然 有很多是勞工 有很多是勞工 也就是無一定雇主的勞工 然後 他沒有加入勞保 而在這個紓困裡面 對於無一定雇主 或是自營作業者 你設定了一些條件 第一個 你設定了3月31號之前 已在職業工會投保 但是我們很多的勞工是 並沒有去到職業工會去投保 這是事實 這是事實 因為勞工的定義 勞工的定義 並不是以有沒有投勞保 作為定義 沒有錯吧 部長 勞工的定義不是 所以 怎麼樣在這個 本來就有 所有的政府的資料裡面 軍工叫勞農國保 應該是從國保的資料裡面去 撈出哪些是勞工 對不對 哪些是勞工 那就是所謂的工作證明 你沒有勞保 你唯一的就是工作證明 你把這個工作證明 因為你沒有勞保 所以你就不做 你不辦 所以就變成衛福部辦 那行政院中華民國 行政院是一體的 各部會都是一樣為了紓困 所以在這樣的前提之下 就會產生 有勞保的勞工 無一定雇主的 有勞保的勞工 是三萬塊 無一定雇主的 沒有勞保的勞工 它是國保 就變成一萬塊 這個就是有很大的差距 對不對 第二個 為什麼紓困之爛呢 衛福部他習慣用他的 最那個 低收入負 中低收入負 社會救助法的那個規定 最低生活標準什麼 1.5倍到兩倍之間 那個是很難算的 那個是很難算的 你的很好啊 你看我給你讚賞 我上次在另外一個財政委員會 也讚賞 你用107年個人綜合所得稅 未達科稅標準 這很好 這電腦資料就有了 財稅資料中心就有了 這很好 他沒有 衛福部沒有這樣做 所以造成紓困之亂 這裡面說有很多的勞工 但就很不符 我明明是勞工 我只不過因為沒有勞保 我已經夠苦了 我比這些 符合這三個條件的還苦 我反而沒有辦法 我只能一萬塊 而且還要申請 還不見得申請得到 所以這個部分就差很多 因為他還要看你的 你的存款 你這邊不用看存款 他還要看你的存款 還要看你的不動產 很多 動產還要存款 對不對 所以這個很難算 好 就回到你這個部分 回到你這個部分 因為你要三個條件 還要投保薪資 兩萬四千以下 其實投保薪資 是看很多的狀況不同 像這個鄉親的聲音 他認為不應該以投保薪資 作為紓困的門檻 因為有時候他 這個所得好的時候 工作收入多的時候 他願意繳得比較多 那後來因為收入少了 對不對 他有時候因為這個 也許無一定雇主的 有多有少不一定 對不對 何況紓困疫情的關係 工作也減少了 對不對 結果他又沒有辦法 因為他投保薪資 當初 繳得比較多 保得比較高 就沒有辦法 回到那一萬塊 還不見得到 因為還要看存款 還要看什麼 生活整個他是以戶 勞工是 我們這個勞工是以個人 對不對 結果他要 為何不跑到那邊 一萬塊變成以戶 也造成紓困之亂 所以這個部分你看 鄉親的聲音 在一萬塊 參加工會超過二萬四千 事實上他收入沒有那麼多 好的說我他加的比較多 自主一約 或者自主接案的 他這個也是一樣 自營工 沒有加入工會的勞保 他也就沒辦法申請 你的勞動部三萬塊錢 三萬塊錢的部分 所以鄉親很多的聲音 他去參加職業訓練 你有职业训练津贴 相公所他的意见很多 你的很简单 因为衛福部定了很多的条件 相公所的也没有一致 所以造成很多的困扰 相公所说他有参加职业训练 所以你有领生活津贴就不能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一定雇主的 像这样的一个很多都一直反应 三万块一万块其实都不多 但是政府是一体的 所以未来部长 劳工的定义绝对不是加入劳保才是劳工 好不好 所以这个部分这个疫情 振兴的时候如果你们有振兴的 你们未来有什么振兴的那个 振兴的部分 当然就是下一个阶段的 要做一些准备 我们也会来努力 好这个刚才提了那个三条件的 这个到现在为止按照你的报告 今天的报告是一百一十九万一千零一十五人的被保险人 然后这个累计核发的是一百零九万四千四百七十八人 所以还有十万人是他不来申请还是还是他不要 因为我们是申请跟核发 因为会有一点时间差 因为我们是每天他资料汇整过来 我们隔天再播 未来部长 包括我们劳动部的同仁 你看农委会都干脆农委会 他今天没有来 我说农委会很干脆 资料政府的相关的资料都有 报告委员主要没有账户 农保他们是都有他们账户 我们没有账户 我们不知道拨钱拨到哪里去 所以一定要给他们申请然后提供账户 我们才有办法处理 这个有劳保的 他家职位工会都可以查了 真的没有那是个资 那个不会给工会的 这个部分为了这个他个资政府机关都可以 这个有特别条例 好谢谢 好谢谢中文 谢谢部长 接下来请杨伟源要 谢谢主席 主席请一下许部长 来请部长 杨伟源好 部长好 部长我还是要恭喜 政务官当然就政务的执行跟 跟拟定推动来讲是一个承担 不过政务官也是一个荣耀 为民服务的机会继续 所以还是要恭喜 是这样子就是还是让我先来问一下资云工作者的纾困 现在大概还有还有一成的人还没有提出申请 大概没有那么多了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两三万而已啦 百分之五啦 剩百分之五 百分之五 不到一成因为他我们现在申请的跟播的会有一点时间差 有时间差 对对对 好那百分之五大概多少人 百分之五大概 一百一 一百二十一大概 六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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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到二十二号 六七万因为到二十二号啦 到二十二号大概只剩下三四天 对对对 离拜五离拜五就截止 那这里可能会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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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问题就是 就是说这些人假如说 同一个时间 永进来人力可以处理 可以没问题 他只要五二二之前我们都可以处理 好那假如不知道要申请的 遇时不后 对 报告文应该可能就没办法 因为我们其实都有请工会 一一在通知还没有来的 因为因为我们这个书官方案他是必须要有加入 加入职业工会嘛 是对 所以对我的意思是说 最少必须要做到做到 很很确实的的告知啦 有 因为因为这个对对于对于某一些 我们上个礼拜是就请工会再全部再通知一次没有来申请的人 符合资格而没有申请的人 好 所以可以申请嘛 可以通知嘛 通知得到嘛 对不对 我们都主动请他们通知 好 大概有九万多件是没有审查通过的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他有一些比如说他不符合资格还有重复申请的 那个我跟报告委员他所主要是排付的部分他没有通过啦 因为他超过40.8万这个占了百分之五十六点四二 然后重复送件的有百分之三十四点零六 重复送件喔 对他就已经申请了个行情啦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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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基本的 基本的 投保新资超过两万四的还申请啦 喔喔喔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继续讨论一下薪资超过2万4的 本时一直在这边讲过好几次就是说 当然纾困不可能说做到皆大欢喜 这个是事实 可是呢有很多其实年纪大一点 他的投保薪资就会加保上去 可是遇到疫情的冲击 其实他们在经济上受到的冲击 家庭的负担搞不好 很多是比投保2万4千以下的更严重一点 这个问题我跟部长大概跟劳动部讨论好几次 你们有没有对这个有没有一些想法 因为我觉得这一部分人是很需要纾困的 我举余保为例 余保就是2万4千以下的大概都是相对年轻 所以他可能还没有家庭的经济负担 那2万4千以上的反而家庭的经济负担是比较重的 那这个部分没有你们有没有 有没有因应的方法 就是说如果今天要不符合这些申请条件 那投保金资可能超过2万4 那当然没有办法来领 那这部分大概是有四成的人 那我是觉得他可以其实来 因为他是自行作业者 他可能目前也比较没有工作或怎样 没有按案件可以接 他就可以来参加我们安心立即上工 他是很简单的一些工作 那其实他的时薪一个是158 乘以80小时 即可领到1万2千6百40 其实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弥补一些工资上的不足 安心立即上工是不是有迷惑限制 目前都我们其实大概名额抓6万 那目前1万多 目前才 对那我把条件通通放宽了 几乎都可以来 只要他因为他有投保 加强宣传一下好不好 是好 加强宣传一下 因为这个方案对于确实有需要的人 是个帮助是很大 就是把资格放到最宽 愿意做 对我们都给他机会 他愿意做的都让他进来 对对对对 部长我继续跟你讨论一个 一个法规修正的问题 是 所以农委会有希望劳动部这边把 把长期以来我们只有 只有船渔船所有人 是 可以聘用外籍船员这样的规定 放宽为渔船乘租人 是 那这个 你们已经预告 包括我 5月12预告 对 那一般预告期是60天 我把它缩短回15天 15天 所以大概在 5月26就满了 5月26 所以我们预计大概6月初 就可以发布实施 6月初就可以发布实施 对 这个是很进步的想法 因为其实这个问题我之前在委员会也讲过 就是说 只限定渔船所有人的概念是错的 因为有一些是赤诚出来的 那他在法律上的地位 雇主的地位其实跟渔船所有人是相同的 是 所以这个改变是对的 谢谢委员 对 也关心我们的这些渔船的从业人 那我们也认为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想法 所以就把它 好 跟农委会就能够 对 那我接下来要讲一个 要讲一个 刚才渔船所有人跟陈珠人士 是相同的事物必须要做相同的处理 现在我讲一个 不同的事物必须要做不同的处理 彭湖的养科业者 彭湖的养科业者 因为需要的人力 需求大 所以一直希望能够聘用外籍渔工进来 进来帮忙发展 彭湖的养殖渔业 养科是这样子 就是云林一带 养科业者也多 可是台湾本岛的养科业者 申请的渔业权 叫做专用渔业权 它是一大片 然后可能甲頤丁 每一个人一块 可是是一个渔业权 彭湖的养科业者 申请的是专属渔业权 区化渔业权 就是在这个范围里面 只有一个养科业者 那这件事情我大概讲了好几年了 就是劳动部一直把两个渔业权混为谈 其实它光是一业权申请的种类 跟申请的范围 就是不一样的 我再讲一次 台湾本岛的养科业者呢 它是一整片 然后大家在里面区分 就是一个一片养科的海域 有好几个业主 彭湖呢 就是这一块只有一个业主 它是不同的东西 可是我们却长期 用相同的方式在做处理 这个部长也带回去做一下研究 因为部分的养科业者 人力的需求一直没有办法做到满足 报告委我来跟农委会 就这个部分我来跟他做讨论来处理 好 希望在部长续任以后 能够尽速的把这件事情解决 好 好了 谢谢 谢谢两位 谢谢部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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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